第3221章冰封密室 宅院的造型很典雅 想必环境也很清幽 清玉神王的住处 是宅院北方的那一排房屋 两边的厢房稍微低矮一些 中间的房屋更加高大精致 珠墙金瓦 雕梁画洞 就连进客厅的门槛 都是上瓶紫星玉制成 两侧的几间厢房没有神阵封印 既天行释放神室探查了一下 便看到里面没什么特殊的东西 都是些普通的家具陈设 外加一些装饰物 当然了 普通只是对他而言 对大多数神军来说 那些历史悠久的神物 还是很有价值的 于是 既天行忽略了两侧的厢房 迈步走到客厅大门外 大门有神阵封锁着 依然是一道亡极神阵 既天行掠施小记 耗费了半个时辰 便将其解开了 推开尘封万年的大门 踏着地面薄薄的一层浮灰 他迈入客厅之中 方圆五丈的客厅 并不算太大 却胜在精致典雅 客厅里的陈设简单大方 可惜许多桌椅和装饰摆设 早就腐化成了鸡粉 正对着门口的墙壁上 挂着一幅星辰银丝编程的画卷 画卷中 历经万年仍然光芒璀璨的神火金丝 秀出了一位气宇轩昂的神族男子 既天行挥手打出一道微风 吹掉了画卷表面的浮灰 顿时 整幅画卷又重现光辉 晶莹双色耀眼夺目 就连画卷中的中年男子 也变得神光闪耀 无比神圣 尽管 画卷只秀出了此人的侧脸 但既天行依稀记得 这就是他当年遇到的清玉神王 星辰银丝和神火金丝 都是炼制顶尖君级神器的材料 可谓价值连城 谁动用这些昂贵的材料 煞费苦心地秀出清玉神王的画像 既天行打亮着那幅画卷 默默思量着 他在想 清玉神王本人应该没那个闲情意志 这幅画卷定然出自他人之手 而且 看画卷精致绝妙 细致绝伦 定然是心思细腻的女子所致 难道是清玉神王的爱侣 又或者是他的心上人 既天行觉得这道很有可能 他挥手打出一道金光 收起那幅画卷 装进了空间戒指 这幅画不能留着 我的带走才行 若是让外面那群人得到 不知要利用清玉神王的名誉 做出何等离奇之事 收好了画卷 他又在客厅里打亮一圈 见客厅中再无他物 便迈不朝左侧走去 客厅的左侧是书房 而客厅的右侧是卧房 书房布置的古朴典雅 并无太多特别之处 朱椅和书架都已老旧腐化 蒙上了灰尘 书桌上本有许多书籍和纸张 也早就化作了尘埃 倒是几枚玉检保存了下来 凌乱地放在书桌上 济天行拿起那几枚玉检 以神士侵入其中 阅读里面的内容 看完后发现 这些玉检里记载的 都是一些神通秘法的口诀 还有清玉神王的感悟和见解 那些神通秘术 都是介于君籍和王籍之间的 对济天行来说 并无太大的吸引力 可若是其他神军强者得到 定然如获至宝 欣喜若狂 唯一还算有点价值的 是清玉神王的见解和感悟 通过预检里的内容 济天行能判断出 当时清玉神王才突破神王近不久 正琢磨着自创神通秘法 但是清玉神王的底蕴太浅 又没有神王强者指点 他只能搜集很多极品的君籍神通秘术 将其融会贯通之后 融入神王强者的手段和法则 演变成王籍神通 结果可想而知 在济天行看来 清玉神王的那些见解和感悟 不能输错 却略显浅薄 这种情况下 哪怕清玉神王自创几种王籍神通秘法 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济天行原本看不上那几块预检 但他想了一下 还是将其收尽了空间戒指 就算这些玉剪对我没用 也不能留给外面那群神君 我要把有价值的东西都搜刮走 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打着这个主意 他退出了书房 穿过客厅进入卧房 清玉神王的卧房 也布置得非常简单 一张暗青的玉床 旁边一张软榻 外加一面同镜 除此之外 卧房里就没有其他东西 甚至连被入盒装饰品都不需要 估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密室中闭关 卧房对他而言就是个摆设 济天行自言自语的黏难一句 目光在卧房中四下打亮 很快 他的目光落在卧房角落 那面看似完整的墙壁 却有一道王籍神阵封印着 济天行用了半个时辰 才破解了神阵 失去了神阵的隐藏和伪装 墙壁上出现一道暗门 济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自语到正常情况下 大家都会在卧室之中 开辟一道通往密室的通道 便于闭关修炼 进入神宫这么久了 也没得到一件像样的东西 以清玉神王的性子 他最有价值 最珍贵的宝物 应该就在密室中 一想到他此行的目标 即可能在密室中 他心里也涌出了一丝期待 制压一声 济天行推开了暗门 一条漆黑如墨的通道 果然出现在眼前 济天行用神室探查 发现通道长达百丈 斜着向下延伸到地底 通道狭窄 仅容一个人通过 镜头处有道石门 石门的里面 应该就是清玉神王闭关的密室 济天行怀着一丝期待 穿过漆黑如墨的通道 朝着地底的密室走去 越深入地底 他感觉到通道里的气温越低 四周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黑暗与冰朗 济天行隐约觉得不对劲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才深入地底几十丈 怎么温度就有如此明显的变化 是那座石门上的神镇有问题 还是密室内有什么力量 心里这般想着 他稍微提高了警惕 很快他来到黑色的石门面前 四周依旧极静 没什么异常 他施展神童密术 并经观察石门上的防御神镇 又是一座王籍神镇 由清玉神王亲手布置而成 结构稍微复杂一点 济天行用了两个时辰 才破解这座神镇 密室的防御大阵 都快赶上神宫大门的神镇了 看来这间密室非常重要 他咧喃了一句 伸手推开了黑色石门 与此同时 一遍斗生 第3222章神王集 济天行只以为 石门后面就是清玉神王 闭关的密室 就算通道里有些阴寒 也可能是因为密室中有什么阵法 亦散出了这种力量 他根本不防备 也没有想到 密室之中竟然有活物 时隔万年之久 早就了无声鸡 铺满灰尘的清玉神宫中 竟然藏有活着的生灵 透过石门间的缝隙 济天行清晰看到 石门后方是无边黑暗 而就在石门后方 深邃的黑暗之中 有一双拳头大小 星红如火的眸子 正直勾勾地盯着它 椭圆形的星红双眸 蕴含着极度冰冷之意 闪烁着暴虐的杀鸡 两双眼睛对视了一刹那 还不等济天行看清楚 那双星红眼眸的主人 究竟是何物 便有一双菩萨大小的 漆黑利爪 从门缝里探了出来 两只利爪都是毛茸茸的 长着三寸多长 漆黑风锐的指甲 双爪各抓住一扇石门 爆发出巨大无匹的力量 朝两边狠狠一拉 弄弄弄 顿时 高达三丈 宽于两丈的黑色石门 就被彻底打开了 与此同时 一股如同洪水般的漆黑寒气 从黑暗中疯狂涌出 迎面冲向济天行 那漆黑如墨水般的气流 蕴含着冰冷彻骨 令人神魂战力的力量 就算济天行的实力再强 一旦被漆黑洪流席卷 也有生命危险 因为那股漆黑的寒气 已经非常接近神王级了 还好既天行早就提高了警惕 先军一法之际 当机立断地施展了魂天无极之术 刷 他的身躯瞬间变得透明模糊 与整座清誉神功融为一体 根本就不受力 那股浩荡的冰寒黑气 毫无迟迟地穿过他 冲进了漆黑的通道中 顿时 长达百丈的漆黑通道 被冰寒黑气轰得支离破碎 立刻塌陷了 就连坍塌下来 堵住通道的碎石和泥土 也变得漆黑冰朗 无比坚硬 狂暴的力量 依然没能完全化解 又冲出了长达百丈的通道 清誉神王卧房的那堵墙壁 暗门被轰飞了出去 变成一堆碎石散落在卧房中 无数黑气涌进卧房 将卧房也搅得一塌糊涂 垮塌了半边 如此剧烈的冲击 当然引发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甚至 方圆几十里的大地 都被震得摇晃不止 看到这个结果 既天行皱起眉头 暗暗则舌 密室通道和纳堵暗门 都是用准王及材料筑成 除了神王强者无认能破坏 那黑暗中的怪物究竟有多强 竟然把整条通道都毁了 就在他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时 那双毛茸茸的利爪 又挥洒出石道耀眼的血光 如同历刃搬朝他杀来 既天行处于透明模糊状态 几乎无敌 当然不躲不避 但是 那石道犹如刀芒的血光 轰然斩在碎石堆积的通道中 又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不仅堵塞的通道被清空大半 本就破碎的通道墙壁 也被轰开几十丈深的大洞 通道彻底垮塌堵死 无数碎石和烟尘激荡 大半座清玉神宫 都被震荡地剧烈摇晃起来 通隆隆的闷响声从地底传出 朝四面八方扩散 如此结果 令得记天行皱起眉头 眼中闪过一抹忧色 坏了 这头怪物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只要外面那群神军不是笼子 就肯定能听到 既天行可以想象到 五十家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发现清玉神宫中有动静 会使什么反应 估计要不了多久 数百名神军强者就会蜂拥而至 到时候 他的行踪肯定要曝露 甚至 还会遭到神秘怪物和诸多神军的前后夹击 他倒是不担心会有生命危险 可他这次来清玉神宫的目标还没达成 现在曝露行踪 势必会影响他的计划 想到这里 他毫不犹豫地跨过石门 钻进了漆黑的密室之中 虽然 他发现神秘怪物只能待在黑暗中 并不能跨过石门 离开密室 但他还是选择了前进 而不是后退 因为 后退就功亏一篑了 哪怕冒着危险 他也要进入密室中 看看神秘的怪物究竟是何物 同时 他还要搜查黑暗的密室里 是否有他想要的东西 刷 光影一闪 几天行就进入密室 被黑暗吞没了 同时 他打出两道神力 关上了两扇沉重如山的石门 砰 石门关闭之后 密室中一片黑暗 那双星红的眼眸 显然也愣了一下 闪过一抹不解的眼神 但是 怪物马上发出愤怒 低沉的咆哮声 疯狂挥动锐利如刀的尖爪 朝济天行发起了进攻 济天行保持透明状态 无视了怪物的猛攻 他释放神是探查周围的情况 这才发现此处并不是密室 而是一处特殊空间 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这处空间的压力其大 待在这里 就像时刻被一座万丈大山压着 同时 这里冰寒撤骨 似乎能将血肉之躯 冻成冰块 使人的意识和精神 都变得极其疲惫和昏沉 有种很想沉睡的感觉 济天行想了一下 立刻就猜到了这处空间的作用 这不就是为了镇压和封印强者的特殊空间吗 没想到 清浴神王的卧房 连接的不是密室 而是这样一处空间 还镇压着一头神王级的怪物 想到怪物 寄天行的注意力才落在那头怪物的身上 只见 那是一头高达三丈有余 浑身漆黑的人形怪物 他看起来跟大眼神族很像 有着一颗脑袋 四肢和躯干 后背还有两对血红色的翅膀 但是 他浑身长满了毛刺和紫色的肉流 身躯臃肿且扣揉 看起来格外猙獰丑陋 不仅外形如同变异的黑圆 手脚都成了风锐利爪 就连背后的脊椎骨和双肩 都冒出了一排排尖锐的骨刺 再加上 这头怪物的猙獰脸庞上 有双星红大眼和长着獠牙的血盆大口 怎么看都是暴虐死杀的凶兽 但是 四面八方的黑暗中 延伸出十几道紫色的光柱 如同绳索般捆着黑色凶兽 那十几道紫色光柱 应该是强大的神阵 结合这处空间之力结成的 黑色凶兽被牢牢绑住 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离开黑暗 根本逃不出去 第3223张万年等待 即天行总算明白了 难怪他进入黑暗之前 那头怪物拼命攻击他 却无法跨过石门 既然怪物被镇压于此 限制了行动 他也更放心了 在他打亮黑色凶兽时 黑色凶兽已经暴怒地进攻了数十次 但是 他释放的所有攻击 都穿过即天行的透明身影 消散于黑暗中 再怎么狂猛进攻也没用 根本伤不到即天行 于是 黑色凶兽也停止进攻 冷静下来打亮即天行 看到他不再进攻 沉默地目光审视地打亮自己 即天行有些意外 嗯 我还以为这头怪物失去理智 早就疯了呢 虽然即天行自言自语 但那头黑色凶兽明显听懂了 他身躯一阵 再次面线怒容 双眼中涌出愤怒的杀鸡 好 你 可恶 你才 是怪物 是疯子 黑色凶兽发出低沉 嘶哑的咆哮声 含混不清 不断停顿地嘶吼着 即天行愣了一下 露出更加意外的表情 他认真倾听了片刻 才听懂黑色凶兽的意思 挑了挑眉头 他让有兴趣地望着黑色凶兽 问道 一般来说 神兽都是有灵智的 会说神族语言也很正常 但你显然不是神兽 更像是凶兽 而且 你在这里被封印那么长的岁月 竟然还没封掉 本君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 该死 黑色凶兽再次被激怒了 拼命挥动尖锐的双爪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神术 朝继天行杀来 扑天盖地的神光利刃 如见雨般倾泻而下 淹没了继天行 继天行纹丝不动 却毫发无伤 他好争以霞地望着黑色凶兽 轻笑道 别白费利器了 本君是无敌的 不可能 黑色凶兽低吼着 声音依旧低沉嘶哑 但发音和吐词越来越清晰了 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 无敌的 哪怕是神王 也不行 寄天行见他很清醒 欲发来了兴趣 问道 说真的 你到底是人是鬼 人 黑色凶兽灭了眯双眼 露出轻蔑的眼神 不屑地道 我是高贵的 神族 才不是 低贱的 人族 寄天行忍着心中 继续的怒意 继续问道 你竟然知道人族 哼 黑色凶兽冷恒一声 不屑回答 寄天行再次问道 你说你是神族 可本君还没见过像你这般丑陋的神族 你更像是变异了的凶兽 黑色凶兽顿时面线怒容 呲牙咧嘴 双目中狂勇杀鸡 他无比愤怒 又抬起了双爪 下意识地就要进攻 把寄天行撕成碎片 但他看到寄天行的透明身影 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又放下了双爪 他眼神怨毒地瞪着寄天行 恶狠狠地威胁道 卑贱的人族小子 你跟曹清玉是什么关系 怎么会来到这里 原本 他被镇压在这处黑暗空间中 孤独度过了万年岁月 心智遭到极大摧残和折磨 濒临崩溃和发疯的边缘 看到寄天行出现时 他又太多怒气和杀机要宣泄 恨不得把寄天行撕成碎渣 但是 经过一番进攻和交流之后 他逐渐冷静下来 对于寄天行的言语挑衅和侮辱 他也选择了忍让 因为 他还保持着理智 要先弄清楚寄天行跟清玉神王的关系 朝清玉 寄天行挑了挑眉头 问道 你说的是清玉神王 黑色凶兽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寄天行答道 谈不上多深的关系 只有一面之缘 君子之交吧 黑色凶兽眯起双眼 十分警惕戒备地打量着他 贺问道 既然如此 那你怎么会进入神宫 还来到了这里 说 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 还是另有图谋 见他如此反应 寄天行更加疑惑了 问道 真是怪哉 若本君没猜错的话 这处空间应该是清玉神王布置的 你被封印在这里 应该也是他所为 按理说 你应该恨他才对 怎么你好像很关心他 与你何干 黑色凶兽恶狠狠地瞪了寄天行一眼 寄天行也不生气 只是想解开心中的疑惑 便试着问道 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朝清玉 是多少年前 这个问题让黑色凶兽陷入了沉默 撕存了片刻后 他才与其悠悠地道 记不清了 应该很久很久了吧 也许是几百年 又或者是几千年 反正我经常都在沉睡 这又有什么关系 寄天行微微皱眉 隐约猜到黑色凶兽和清玉神王的关系 似乎有点复杂和微妙 于是 他开口问道 你好像在等他 黑色凶兽沉默了一阵 才点点头 等他做什么 寄天行再问 黑色凶兽继续沉默 犹豫了片刻 才开口答道 等他回来救我 救你 寄天行眉头皱得更高 只觉得难以置信 明明是他把你封印在这里 让你饱受折磨和摧残 又怎么可能会救你 黑色凶兽又现出怒容 抱贺道 你懂个屁 寄天行气急而笑 道 你这头怪物 怎么又炸毛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黑色凶兽的呼吸粗重 恶狠狠地瞪了他很久 才消解满腔怒意 这时 寄天行的神士探查道 神宫大门处一片喧嚣 数十家势力的神军强者门 似乎闹腾了起来 要闯入清玉神宫 他心中暗自着急 便不再浪费时间 很直白地说道 不管你跟清玉神王是什么关系 本君都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不用再等了 他是不会回来的 因为 他已经消失一万年了 至今仍然杳无音讯 或许 他早就客死他乡 还不等计天行说完 黑色凶兽就愣住了 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 愣愣了片刻后 他就彻底爆发了怒火 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不 这不可能 李修的胡言乱语 他已经是盖世神王了 谁能杀得了他 他向我发誓 一定会回来救我的 他绝不会抛下我 李这个卑鄙的混蛋 修想骗我 这一次 黑色凶兽受到的刺激太大 当场失去了理智 陷入暴走状态 他不顾一切的爆发力量 释放出毁天灭地的死亡寒气 为继天行发起狂攻 第3224章惹众怒 继天行能真切地感受到 这一次 黑色凶兽受到的刺激太大 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拼命释放强大的神力 施展出最强悍的攻击 虽然 继天行处于魂天无极状态 自身与轻欲神功融合 不会受到伤害 但这只是战时的 黑色凶兽的进攻太狂猛 威力也太强大 继天行维持魂天无极状态 要消耗更多的力量和精神 若是不设法阻止黑色凶兽发狂 他最多坚持一刻钟 就难以维持魂天无极状态了 毕竟 黑色凶兽的实力堪比一众进的神王 继天行开始躲闪 必让黑色凶兽的猛攻 同时 他施展神通秘诀 打出数十道神力光柱 要压制发狂的黑色凶兽 只不过 黑色凶兽在无边黑暗中左冲右图 很难捕捉到他的身影 继天行的封印神通 一时半惠尔也起不到作用 若想制服这头黑色凶兽 没有一天时间 很难做到 与此同时 清御神功的大门外 云海中的比斗突然停止了 虽然第一轮比斗已经到了尾声 有42家势力参与比斗 21家势力获胜 另外21家势力被淘汰了 不管战败还是获胜者 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伤势惨重 力量消耗过大 也只有排名前十的宗派势家 和那8个还没参战的势力 尚且保存着实力 按理说 比斗应该继续进行 待到第一轮比斗结束 就有25家势力被淘汰 但是 就在众多强者进行比斗之际 突然有人察觉到 清御神功内出现了异常情况 本应该死即无声的清御神功里 竟然传出了沉闷的巨响 像是强者打斗 神力碰撞的爆炸声 还有雄魂的神力波动传出 顿时 许多神军强者都满腔惊诧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纷纷释放出神事 通过清御神功的大门 探查里面的情况 结果没多久 神功身处又有 正耳欲聋的巨响声传来 还伴随着威力恐怖的 神力冲击波 就连大半座清御神功 都明显摇晃起来 如此情况 显然是有强者 在清御神功中打斗 可是 清御神功的大门打开后 场中还没一个人进去 会是谁在清御神功打斗厮杀 难道有人悄悄潜入 亦或是 清御神功内还有强者居住 两百多名发现异常情况的神军 都冒出了这样的想法和念头 众人露出震惊和疑惑的表情 开始交头接耳的议论 许多人发出惊呼声 导致更多的人察觉到异常 开始议论和猜测这件事 自然而然的 大比也没法进行下去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清御神功之内 谁也不愿继续比斗下去 甚至 有许多小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悲愤莫名地咒骂起来 可恶 我们还在这里拼命比斗 努力争取进入神功的资格 没想到有人截足先登了 是啊 规矩是大家协商而定的 我们都遵守规矩 可有些人自以为势力强横 竟然破坏了这个规矩 到底是哪个混蛋 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趁大家不注意潜入神功 呵呵呵 大家还没想明白吗 咱们这些底蕴浅薄的势力 本来就是炮灰啊 人家是顶尖的宗派世家 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想怎么戏耍就怎么戏耍 除了那几大宗派和世家 谁敢私自潜入神功 我们都被他们当成了傻子 所谓的宫廷比斗 完全就是个笑话 太讽刺了 事已至此 咱们还比什么 大家一起进去 把那的率先潜入神功的混蛋揪出来 对 他们不守规矩在先 咱们还守什么规矩 咱们为了探索清育神功 也耗费了十年时间和心血 凭什么不能进去 一开始 只是少部分神军在高呼和咒骂 没过一会儿 被欺辱 细耍的愤怒情绪 在人群中传播开来 几十家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都义愤填膺地咒骂着 一呼百应地呐喊着 尤其是那二十一家战败的势力 按照规矩 他们已经失去了进入神功的资格 但是 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个转机 他们当然会揪着不放 趁势把事情闹大 说什么也要进入神功看看 就这样 神功大门外炸开了锅 人生顶沸 几十家势力的强者们 虽然没名说是谁破坏了规矩 却都认定是排名前十的宗派世家 尤其是 大言皇室的嫌疑最大 诸多强者们群情激愤 对十大宗派世家怒目相向 隐约成了敌对之势 如此结果 是十大宗派世家都没想到的 尽管 他们确实瞧不起四十家普通势力 内心的优越感很强 这次探索清育神功 他们是主力 四十家普通势力注定是炮灰 但他们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哪家势力的强者 敢敢趁众人不注意 悄悄进入清育神功 就连场中的最强者 大言皇室的老祖言天刚 都不敢这样做 这种事必定会引起众怒 眼看着 场中的局势一片混乱 众人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甚至 许多势力的强者们 在招数百名弟子和精锐 开始冲击清育神功的大门 浩浩荡荡的人群 都像洪流般涌向神功大门 见此情景 使大宗派世家也很无奈 最终 还是大言老祖言天刚站了出来 在关键时刻维持秩序 诸位冷静 所有人停下 不得乱闯神功大门 否则格杀勿论 言天刚语气威严 杀气腾腾地怒喝一句 折人的神威爆发开来 笼罩神功大门外 顿时让场中安静下来 虽然众人情绪激动 却还没失去理智 言天刚的威名深入人心 众人只是抱团起哄罢了 谁都不愿当出头鸟 见众人安静下来 言天刚又继续说道 老夫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大言皇室之中 绝对没人悄悄潜入神功 老夫也相信 另外九大宗派和世家 也不会愚蠢地干出这种事 神功里的动静也未必是有人潜入 或许里面本来就有强者居住 总之我们需要冷静对待 查清楚真相再做决定 第3225章一事同仁 连天刚也怀疑 有人悄悄潜入神功 提前寻宝去了 但他转念一想 他都没敢那么做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不要命了吗 他能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大言皇室的人所为 至于其他九家宗派和世家 应该也没那么狂妄 当务之急 他要先安抚那些情绪激动的强者们 稳定住局面 此举果然奏效 次时家势力的强者们冷静下来 都齐刷刷地望着言天刚 有人高声质问道 言老祖 不是大家不相信您 实在是事实摆在眼前 我们需要一个交代 还有人呐喊道 言老祖 咱们五十家势力是同盟 就得一起进入神宫 查清楚真相 这样才能服众 若是你们十大宗派世家 进入神宫调查情况 大家没亲眼见证 绝对不会相信你们调查的结果 听到这番话 无数神军强者都开口附和 表示赞同 很显然 那四十家势力之所以闹腾 就是为了进入清御神宫 其实 事情的真相和结果 并没有那么重要 言天刚也明白这一点 但他无可奈何 若不让四十家势力进入神宫 那一万多人肯定要发狂 闹出弥天大祸 可若是允许他们进入 浩浩荡荡的两万人涌入神宫 必定会更加混乱 十大宗派世家都很难得到什么宝物 甚至会无功而返 讲到这里 言天刚颇感头疼 皱眉私存着解决之法 这时 和天宗主也无极站出来 神色威严的道 大家放心 为了公平和公正 各家势力都可以进入神宫 一起调查真相 但大家也明白 这是清御神王的洞府 只有尚未神军进入神宫 势必会造成混乱 惹出更多的麻烦 当夜无极说到这里时 几十家势力的强者们 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各家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内心认同这个说法 也愿意接受 但是 有人提出了质疑 叶宗主 您说的有道理 我们都愿意接受 但是 为了公平起见 十大宗派和世家也要一视同仁 此人的意思就是 四十家势力指派中卫神军以上的强者 进入神宫调查真相 剩余的精锐主力 都留守在神宫大门之外 十大宗派和世家也该这么做 让弟子们留在神宫外 只允许强者进入 这个要求得到了几十家势力的赞同 无数神军强者都开口附和 夜无极皱了皱眉头 脸色不悦 眼神冰冷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又不能发作 只能强忍着怒意 这时 严天刚开口发话 答应了这个条件 大家放心 夜宗主的提议和礼 自然是所有人都要遵守 一视同仁的 严天刚的回答 算是一锤定音了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各家势力的精锐主力和弟子们 纷纷停留在神宫大门外 耐心地等待 所有的上位神军们 不管有没有受伤 都赶往神宫大门下集合 三百多名上位神军 分成了五十支队伍 明显可以看出 十大宗派和十家的上位神军 人数都在十个以上 而四十家普通势力的上位神军 一般只有三五个 少数能达到六七个 五十支队伍集合完毕 众人都满腔期待 严天刚也不浪费时间 对几十家势力的精锐主力门道 你们都留守在神宫之外 无论如何都别进入神宫 以免发生意外 然后 他望向深周的上位神军门 挥手下令道 走 我们出发 话音落实 他伸出双掌释放神力 推开了神宫大门 呀呀呀 随着一阵闷响 高大的城门向两侧打开 露出了宽阔的大门 严天刚带着大炎皇室的十五名上位神军 当先跨过神宫大门 进入清御神宫 紧接着 十大宗派和世家的强者门 也陆续进入清御神宫 次十家势力的上位神军门 当然也不能落后 立刻跟了上去 三百多名上位神军 浩浩荡荡地飞过天空 直奔不远处的广场和主殿 虽然 大多数上位神军都身受重伤 力量非常虚弱 但他们如愿以偿地进入神宫 精神振奋 心情十分激动 进入神宫之后 他们就怀着好奇与期待 四下打量和观察着 神宫的格局和精致 令他们心生期待和敬佩 青石大道和广场所用的宝石 也让众多神军垂涎三尺 许多人都停下脚步 拿出刀剑和工具 在地上挖掘那些神石和宝石 这一幕让颜天当和夜无极等人看得暗自摇头 心中不屑地冷笑 十大宗派和世家的强者们 也露出一副鄙夷和嘲笑的表情 就在众人穿过广场 准备进入主殿探查情况时 主殿后方的宫殿群中 又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有漆黑如墨的寒气涌上天空 更有狂暴的冲击坡 席卷四周的宫殿 大半座清御神宫 又剧烈摇晃了几下 这一情况 令三百多名上尉神军都面色一景 习期望向神宫伸处 走 我们过去看看情况 沿天刚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 放弃探查主殿 直奔具响声传出的地点 他在前方带路 几十家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跟着他飞过天空 朝神宫伸处飞去 有意思的是 飞往出世地点的上尉神军 只有一百二十多人 剩下两百名上尉神军 留在广场上没离开 他们都受了不轻的伤 看起来很狼狈凄惨 力量也十分虚弱 这些人有自知之明 根本不去调查情况 而是留在广场上挖掘神石 两百多人快速哄抢 以最快的速度挖掘地面 原本干净整洁 神光闪烁的广场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众多强者对视一眼 脑海中都冒出了同样的念头 难道弟弟传来的兽吼声 是清御神宫的守护神兽 有个混蛋悄悄潜入神宫 结果被守护神兽发现 双方才厮杀起来 根据目前的情况 这个推测最合情理 诸多神军强者们 几乎都认定了这个答案 连天刚毫不犹豫的挥手下令 道大家跟上 一边说着 他指出一口巴掌宽的按金中箭 当先钻进废墟中的漆黑洞口 十几位皇室的强者连忙跟上 各大宗派世家的上尉神军 也都寄出神兵刀剑 跟着钻进了洞口 漆黑的洞口之内 原本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连接着地下的密室 但是通道早就被震垮了 四周堆满了乱石 弟弟也全是裂缝 沿天刚和众多神军强者们 施展土盾之术 沿着破碎不堪的通道 来到了百丈地底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堵布满裂缝 较为残破的漆黑石门 众人一看便知 这扇石门的背后 肯定是一间密室 而厮杀打斗的源头 也是从这里来的 毕竟 那低沉的怒吼与爆炸声 还有源源不断的黑色寒气 都是从石门的缝隙中涌出来的 沿天刚徽剑批出数十道光刃 斩向那堵黑色石门 想将其破开 然而 璀璨的剑光纷纷崩溃 石门剧烈颤抖了几下 并未破碎 见此情景 沿天刚不经皱起眉头 道 这座密室石门的材质 乃是准王级的神物 异常珍贵 凭老夫的实力 也无法强行破开他 咱们只能破解石门上的阵法 才能打开这间密室的大门 叶无疾和几位宗主 家主们 轮番出手试探了一遍 结果可想而知 连沿天刚都破不开石门 他们更不行 无奈之下 几位顶尖强者只好耐着性子 认真研究石门上的神阵 寻找破解之法 一百多名上尉神军门 也在地底分散开来 把这座石门包围了 众人都握紧了刀剑神兵 摒弃凝神 随时准备迎战 与此同时 无边黑暗之中 寄天行还在跟黑色凶兽周旋 黑色凶兽陷入狂暴状态 一颗不停的狂猛进攻 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理智 大概 也只有等到他的神力耗尽 才会逐渐冷静 刚开始 寄天行还打算施展封印神通 镇压狂暴的黑色凶兽 但他发现 黑色凶兽太过于狂躁 实力又很惊人 每隔半天 一天的时间 他很难镇压黑色凶兽 随后他又探查到 严天刚等人 浩浩荡荡的涌进清御神功 总共三百多名上尉神军 大多数身受重伤的 渡留在广场和主殿四周 忙于搜刮宝物 剩下一百二十多个上尉神军 实力都保存完好 他们在严天刚的带领下 直奔地底密室而来 看到这个情况 济天行毫不犹豫地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施法镇压那头凶兽 转而探索黑暗中的神阵 观察那十几道紫光锁链 没错 这处黑暗空间 是由几座王级神阵凝聚而成 强悍无匹的阵法力量 汇聚成十几道紫光锁链 牢牢拴着黑色凶兽 正因紫光锁链的束缚 黑色凶兽只能待在黑暗中 无法离开这处空间 一旦那些紫光锁链断裂消失 黑色凶兽失去束缚 后果不堪设想 而济天行要做的 就是毁掉那些紫光锁链 他敏锐地发现 那十几道紫光锁链 光芒有些暗淡 威力也有些衰弱 显然 万年岁月过去 维持着处黑暗空间的神阵 力量正在减弱 黑色凶兽拼命挣扎之际 那十几道紫光锁链摇晃不止 剧烈阵战 光芒也实名实案 毫无疑问 紫光锁链的力量正在加速消耗 既天行很快就看清楚了神阵的构造 也洞悉到紫光锁链的由来 以及力量传输的路线 于是 他一边避让黑色凶兽的攻杀 一边施法破解神阵 修修修 他双手捏着神诀 不断打出千万道璀璨神光 注入神阵之中 一条又一条阵法脉落 被他逐个斩断 紫光锁链的力量传输路线 也被他逐个切断 那十几根紫光锁链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淡无光 力量也急速衰减 短短百息时间后 第一根紫光锁链消失了 紧接着 第二根紫光锁链也变得暗淡 逐步消散掉 随着时间流逝 一根又一根紫光锁链消失 黑色凶兽不再被束缚 变得语发狂暴 甚至 他的力量不再被压制 进攻也更加狂猛 两刻钟之后 济天行陆续斩断了 十根紫光锁链 仅剩下最后四根锁链 分别拴在黑色凶兽的 腿脚和腰上 济天行停止施法 暗自您难道 剩下这四根紫光锁链 凭他的力量很快就能拉断 倒是石门外面 炎天刚和那帮神军门 实在令人失望 两刻钟过去了 他们还没弄明白石门上的正法 不行 我的邦邦他们 才能完成这出好戏 济天行嘴角勾起一抹戏虐的冷笑 转身飞向黑暗边缘的那堵石门 他双手捏着神诀 打出千丝万缕的神光 注入石门之中 之前他破解过这道石门的神阵 此刻挥手施法 直接就关闭了石门上的神阵 没有了神阵的保护 细黑石门无比脆弱 当即被炎天刚等人推开了 刷 石门大开 汹涌狂暴的黑色寒气 如洪水般狂涌而出 淹没了众多神军强者 炎天刚和诸多强者们都吓了一跳 本能帝向后退去 并爆发全力抵挡寒气侵袭 大多数神军强者都幸免于难 只有十几个倒霉的神军 被漆黑寒气冻成了渣子 碎成满地积粉 这个结果 令众多神军都心惊肉跳 十分惊恐 待众人心神稳定了 炎天刚才带着大批强者 陆续跨过石门 进入黑暗空间中 而这个时候 祭天行早就进入隐身状态 躲在黑暗空间的角落里 炎天刚和众多神军们 经过刚才的袭击 心神都有些问乱 他们只顾着搜寻 戒备守护神兽 根本没发现 既天行的存在 第3227章先下手围墙 炎天刚带着众多神军 穿过石门 进入黑暗空间 众人的神是一扫 便看到了黑暗深处 有一头三丈多高的黑色凶兽 那头凶兽和神族很像 长着四肢和头颅 后背还有一对羽翼 但他浑身不满 又粗又硬的长毛 后背和双肩还生有倒刺 外形非常猙獰可怕 炎天刚和一百多位神军 怎么也不可能将他和神族 画上等号 众人看清黑色凶兽的模样 都争了一下 露出古怪的表情 发出震震惊呼声 找到他了 就在那里 这是清御神功的守护神兽 怎么看起来不像啊 打头神兽不是威风凛凛的 怎么会像他那样 看起来就很凶残可怖 我们都误会了 那不是守护神兽 他是被镇压在这里的凶兽 对 这片黑暗的空间 就是由神阵构成的 你们看那头凶兽的身上 还拴着几根神光锁链 限制了他的行动 经过几名顶尖强者的提醒 众多神军才看清楚 那头黑色凶兽确实被拴着 行动受到限制 他正在暴怒发狂 拼命释放死亡寒气和神力 毫无章法的胡乱攻击 同时 他还在爆发权力 拼命想挣脱神光锁链的束缚 严天刚和一百零几个神军门 全都进入到黑暗空间 众人满腔警惕地握着神兵刀剑 结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将黑色凶兽围了起来 黑色凶兽也察觉到异常 感受到凶险的危机降临 他不再胡乱狂攻 开始收敛神力 杀气腾腾地盯着众多神军门 以赴戒备姿态 严天刚也不急于动手 仍然释放神势 在黑暗空间中搜索着 凶兽被镇压于此 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狂 也不会摧毁石门外的通道 肯定有人闯入这里 惊怒了那头凶兽 可是 那个闯入者在哪里 严天刚坚持认为 有位顶尖的神军强者 率先闯入清玉神宫 在这里跟凶兽发生了激战 但是 他竭尽全力地搜寻 却始终找不到对方的踪迹 叶无极和歌大宗派 世家的领袖们 也纷纷释放神势 动用绝学秘术 把整个黑暗空间搜查一遍 结果 他们找遍了方圆万里的黑暗空间 也没发现 济天行 在众人不注意时 济天行悄悄移动 摸到了出口处 只要跨过残破的石门 他就能离开黑暗空间 然而 严天刚没察觉到他的气息 第六感却生效了 他隐约觉得有点古怪 扭头望向石门处 济天行连忙停止动作 摒弃凝神 竭力收敛神魂和力量气息 以免被言天当察觉到 好在 关键时刻 黑色凶兽帮了济天行的忙 他一直在拼命挣扎 终于扯断了拴在脚腕上的紫光锁链 弄插 随着一声清脆的暴响 那道长达百里的紫光锁链 当场崩溃成漫天碎片 洒落在黑暗之中 黑色凶兽身上的锁链 只剩两根 拴在他的腰上 他的封印进一步解除 力量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挣扎得更加凶猛了 眼看着 仅剩的两道紫光锁链 也在剧烈战斗 暴闪着神光 用不了多久 那两根锁链也会崩断 到时候 黑色凶兽失去了束缚 并会大开杀戒 想到这里 眼天刚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他不再管石门处的异常 注意力都放在黑色凶兽的身上 那头凶兽很快就要挣脱束缚 一旦他恢复自由 并会大开杀戒 我们要先发制人 绝不能给他制造杀戮的机会 所有人一起上 我们先灭了他 叶无极合格宗派的领袖 也是同样的想法 看那头凶兽一副凶残是血 争赢可不得架势 恢复自由后肯定会滥杀无辜 既然如此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 众多神军强者都开口复和言天刚的命令 大家一起上 那头凶兽的实力很强 咱们必须联手除掉他 若不杀了他 并会让我们死伤惨重 杀啊 随着众多强者的高呼吁呐喊 一百零几名上尉神军 都挥舞神兵刀剑 对黑色凶兽发起了围攻 刷刷刷 羞羞羞羞羞 诸多神军都施展绝技 爆发出雄魂浩荡的神力 释放出遮天蔽日的神术光芒 千万道刀光剑芒 纵横交错的神术虚影 如青天洪水一般 笼罩了黑色凶兽 纵然黑色凶兽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承受 一百多名上尉神军的围攻 生死攸关之际 黑色凶兽更加愤怒和狂暴 双眼都变得星红冒火 他是彻底被惊怒 完全被愤怒和杀意占据了理智 除非杀光在场的所有神军 否则他的怒火无法平息 面对着天蔽日的神术光影 他以最快的速度后退躲避 同时 他很聪明地利用两道紫光锁链 将自身保护起来 砰砰砰 下一杀 百般神通光影轰中了他 将紫光锁链轰得支离破碎 尽管他被轰得倒飞出去 却只受了点轻伤 但是 拴在他身上的两道紫光锁链 彻底被摧毁了 他失去了束缚 恢复自由 力量也爆发到了极致 好 当漫天神术光影再次袭来时 他发出一声杀气腾腾的怒吼 展开了反击 咻 黑光一闪 黑色凶兽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五百里之外 瞬移到几个神军的背后 刷 却光乍现 黑色凶兽挥动锋利如刀的双爪 朝几个神军横扫而去 顿时 那几个伤位神军躲避不及 当场被他的双爪撕成碎片 无数碎肉血块横飞 犀利的惨叫声在黑暗中回荡 受到鲜血和杀戮的刺激 黑色凶兽更加癫狂 力量也爆发到了极致 他再次顺移躲过众人的围攻 对百里之外的几名上尉神军 展开了袭杀 诸多神军都胆战心惊 发出震震惊呼声 慌乱地躲避 只有颜天刚和各大宗派的领袖 还能保持冷静 他们不断合拢包围圈 不紧不慢地逼近黑色凶兽 锁定他的神魂气息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出手的机会 果断狙击黑色凶兽 黑色凶兽的攻势受挫 果然被众人联手打伤了 第3228章大开杀戒 虽然黑色凶兽陷入 颜天刚等人的围攻 暂时被拦住了 他拼命地左冲右途 却难以冲破众多强者的包围圈 但是 这个战果并不让众人振奋 因为在这之前 双方才厮杀片刻 就有二十多个上尉神军 惨死于黑色凶兽的利爪下 他的实力非常恐怖 比神军巅峰的颜天刚更强 可以说 他已经超越了神军境的范畴 但是 他又没能达到神王之境 目前的他 介于神军和神王之间 实力状态不好评估 总之 极度危险 幸存的七十多名上尉神军 表情都十分凝重 心中也充满了担忧 可大战已经开始 他们不可能后退 违京之计 也只有紧跟颜天刚和几位领袖的步伐 全力围攻那头黑色凶兽 众人都倾尽全力 释放出绝学杀招 恨不得把黑色凶兽碎尸万段 黑色凶兽也不简单 他爆发出堪比神王的力量 借助方圆万里的黑暗空间 制造出巨大的黑光漩涡 将自身保护起来 诸多神军释放的神术光影 都被黑光漩涡吞噬掉 没能对他造成伤害 在诸多神军的围攻下 他顽强支撑了百席时间 伤势不断加重 但最终 他还是找到了破绽 听着身受重伤为代价 他成功突破了包围圈 只留下漫天洒落的黑血 刷 黑色凶兽一旦脱困 便再也不可能被围困了 他游走于黑暗空间中 如同鬼魅 神出鬼没 拼命袭击众多神军 哪怕颜天罡和叶无几等人 拼尽全力的围追堵截 却再也没围住他 反倒是七十多名上尉神军们 陆续又被杀了二十多个 事已至此 神军强者们损失过半 也没能诛杀黑色凶兽 幸存的神军们 内心都感到焦虑和绝望 生出了不妙的预感 颜天罡和几位顶尖强者 连忙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有人提议抱团 不再分散 联手对抗黑色凶兽的袭杀 有人提议撤退 不再黑暗中与之交战 毕竟这里是黑色凶兽的主场 还有人提出建议 呼唤广场和主殿附近的 两百名神军 让他们赶来支援 但这些建议 只有两个比较实际 可以考虑 要么抱团对抗 要么撤退到外面作战 严天罡面临抉择 只权衡了片刻 便决定抱团作战 全力抵挡黑色凶兽的攻杀 此举果然有效 五十多名上尉神军聚在一起 排列成战阵 威力果然暴增 严天罡和叶无几等人 都是九重镜的巅峰神军 作为战阵的核心 力量更加强悍 任凭黑色凶兽怎么冲击 施展百般神通秘诀 也无法再击杀一个神军 见此情景 几十名上尉神军都松了口气 心中安定许多 然而 黑色凶兽也逐渐冷静下来 见众人抱团死守 他就战无功 便不再发起进攻 转身飞走了 刷 他化作一道黑光 穿过黑暗空间 飞向出口处的石门 见此情景 严天当和诸多神军们面色一变 齐齐发出了惊呼 不好 他要逃出去了 坏了 外面还有两百多个神军 都受了不轻的伤 那头凶兽要大开杀戒了 快拦住他 一旦他离开神宫 在云海中大开杀戒 后果不堪设想 各大实力的领袖都慌了神 高声呐喊的同时 连忙赶往出口处 施发拦截黑色凶兽 不过 黑色凶兽的速度极快 他穿过石门之后 迅速飞出地底和废墟 出现在天空中 他浑身缭绕着漆黑的死亡寒气 静静站在天空中 打亮四周的情景 看到曾经无比熟悉的清玉神宫 变成今日这般模样 他的眼神也暗淡了几分 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 如今蒙上了灰尘 神光黯然 曾经人声鼎沸 是为仆纵众多的神宫 如今变得死即无声 一片荒凉 一股悲凉之感 涌上他的心头 他有些失魂落魄 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尼喃自语道 为什么 你从未失信于人 如今却失信于我 几千年 还是几万年了 难道你忘了曾经的誓言吗 为何不回来找我 难道你后悔了 真的抛弃了我 那你为何不早说 还让我苦苦等待万年 此时的黑色凶兽 丝毫不像是凶残嗜血的凶兽 更像是个被抛弃 被辜负的怨妇 壮若癫狂地发泄着心中的怨愤 刚开始还是嘀喃自语 喊到最后时 已经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咆哮 然而 离他不远处就是主店 以及店前的广场 两百多名神军强者们 早就把广场挖成了废墟 如今 众多神军四散开来 正在各座宫殿里搜刮宝物 他们翻箱倒柜 绝地三尺 疯狂夺宝的同时 留下遍地狼藉 突然有人听到黑色凶兽的咆哮 不禁发出惊呼和呐喊 提醒其他人注意 大家快看 天空中有头凶兽 是神功的守护神兽吗 我们去巡服他 带回宗门座护宗神兽啊 天哪 那不是神兽 那明明是头凶兽啊 大家小心 那头凶兽的杀气好重 许多神军都停止搜刮宝物 指出了神兵刀剑 戒备着天空中的黑色凶兽 那头凶兽咆哮几句 宣泄了心中的怨愤之后 目光变落在诸多神军的身上 他双目泛寒 语气森然的尼南道 你们这群卑劣的盗贼 贪婪的蛀虫 本作让你们全部葬身于此 话音落实 他化作一道黑光掠像广场 黑光未至 他以释放惊天动地的神通绝招 挥洒千万道血色光刃和兽影 笼罩了二十多个神军 那二十多名神军都受了重伤 预感到死亡降临 都不顾一切的仓皇逃窜 不过 他们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眨眼间 铺天盖地的血色光刃和兽影 就淹没了他们 轰隆隆的巨响声过后 二十多个神军都被当场秒杀 不仅神区被轰杀成渣 连神队也被轰成了碎片 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 让周围的两百名神军们 都看得心惊肉跳 十分惊恐 无数人都发出惊呼 拼命朝远处退去 但黑色凶兽再次出手 闪电班席杀一波又一波神军 第3229章总算没白来 情况正如言天刚所料 黑色凶兽在清御神宫中大开杀界 疯狂屠杀那些受伤的神军们 以广场和主殿为中心 方圆百里之内 都是他的猎杀场 那两百多名受伤的神军 毫无反抗之力 在黑色凶兽的利爪下 他们都是被秒杀的 短短二十席时间 就有四十多名神军 灰飞烟灭了 幸存的神军们惊恐绝望 狼狈地拼命逃窜着 好在 阎天刚和夜无几等人 即使赶到了广场上空 五十多名尚未神军同时出手 才拦住了疯狂杀戮的黑色凶兽 双方在天空中交战 追逐厮杀 拦截和突围 看到阎天刚和夜无几等人 拖住了那头黑色凶兽 幸存的一百多名神军们 才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 他们总算明白 心欲神功不是那么好探索的 若不解决掉那头黑色凶兽 他们根本没法搜刮宝物 于是 许多神军都壮着胆子 跟阎天刚等人会合 联手拦截那头凶兽 大多数神军都觉得 自己的伤势太重 还是不要去凑热闹为好 他们就远离广场和主殿 躲在边缘观战 早在阎天刚等人 跟黑色凶兽厮杀时 祭天行就悄然离开了黑暗空间 杀掉阎天刚和诸多神军 并非他的目的 除掉那头黑色凶兽 也不是他的目标 他这次来清誉神功 只是想寻找一些 王级神器和材料 所以 他没有在黑暗空间里逗留 连双方厮杀的结果也不关心 悄悄离开了 回到地面之后 他依然保持隐身状态 开始观察神宫的格局 清誉神王的住处被毁 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废墟 以这片废墟为中心 方圆百里之内 全是宫殿和宅院 既天行大致观察了一遍 心中就有了判断 那么多宫殿和宅院 起码能住十几万人 但清誉神宫中 哪怕全盛时期 也不可能有十几万人 所以 那些宫殿和宅院 基本都是些摆设 我也没必要浪费时间 去搜索那些地方 就连清誉神王的住处 也没多少有价值的宝物 更何况周围 那些不重要的宫殿 既天行斟酌片刻 最后目光落在百里之外 百里之内都是房屋建筑 而北方百里之外 竟然是一座苍青色的大山 哪怕十个万年之久 那座千丈高的山峰 依旧聪裕 山上长满了参天古树 地面也堆积了厚厚的 落叶和腐败的树枝 显然 万年之间树木 也有枯荣和生法 才能延续下来 既天行用神式探查 看到千丈山峰的背后 便是一片平坦的草原 草原延伸出百里 便有一汪清澈如镜的湖泊 湖泊的另一端 又是两条山脉和几座山峰 如此优雅的环境 令人心旷神怡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按想到 神宫内还有山脉和草原 这应该是清誉神王 开辟出来的一处洞天 既然宫殿里找不到宝物 不如去山的那边看看 打定了主意 既天行悄然飞过天空 进入了群山之间 方圆万里之内 共有九条雄壮的山脉 上百座为恶的山峰 各座山峰都郁郁葱葱 虽有各种树木和花果药材 却没有飞鸟走兽存在 倒是有些生长过万年的古树 竟然诞生灵质 开始了修炼 自然 这些古树就变成了树妖 又因他们的实力达到了真神和天神境 所以他们都是树神 既天行一路飞过群山 共发现了六个树神 他本想找那些树神问问情况 但他转念一想 那几个树神的智商并不高 万年之前的事 他们未必知道 也就没有询问的必要 最后 既天行飞出万里远 抵达了山脉的尽头 那是一座高达三千丈的飓风 半山腰以上都被云雾笼罩 那里就是这处洞天的边缘 也是最深处 既天行用神式探查 意外发现飓风之巅 竟有一座石屋 那是一座方圆百丈 外形简单朴素的石屋 就是用墨盘大的岩石砌成 没有精致的造型 也没有华贵的神石点缀 充斥着浓浓的原始风情 还显得有些粗广 难道那座石屋 才是清育神王真正的住所 既天行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心中隐约有些期待 他迈步踏上天空 瞬移到飓风之巅 落在石屋的面前 石屋果然是原始状态 没有任何装饰 甚至没有防御神阵 既天行不用破阵 直接就进入石屋 开始探查情况 石屋分成了三个房间 左边是一间密室 地面和墙壁的岩石上 刻画了阵法纹路 镶嵌了诸多神石 形成一座玄奥的神阵 既天行用神童秘术一看 便露出了惊讶之色 竟然是时间神阵 朝清玉那小子 当年才突破神亡不久 就掌握了时间神通 密室里的这座神阵 有着时间加速的效果 阵法里的时间流速 是外界的三倍 便与他闭关修炼 震惊过后 既天行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大可能 他最多是修炼过某种时间神通 根本不可能掌握时间法则 毕竟 当年我身为巅峰神王 也没能彻底掌控时间法则 排出这个念头 既天行观察第二个房间 位于中间的房间 应该是清玉神王的书房 里面只有一张石椅 一张石桌 墙壁上开凿了许多层阁 石桌上散落着上百道欲解 明显都古旧蒙灰了 墙壁的层阁里 也存放着许多宝盒 以及金纸 玉剑等等 既天行随意拾起几块玉剑 用神式读取里面的信息 原来 那些玉剑里 记载了各种神通秘法 还有各种炼丹 炼药和布阵之法 既天行猜测 清玉神王平时就在这间屋里 潜心研究各种神通秘法 汇集天下万般杂学 想自创出王级神宫绝技 放下那几枚玉剑 他又踏入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布置了神阵 明显是为炼丹和炼器服务的 阵法中间空荡荡的 本应放在那的丹炉 显然是被清玉神王带走了 四周墙壁上有许多层阁 里面摆放着宝盒 以及各种炼丹和炼器的材料 当即天行在众多宝盒中 成功找到一份王级炼器材料时 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星河金沙 这趟总算没白来 第3230张来龙去脉 星河金沙 是真正的神王级材料 此物质存在于域外星空中 有千万颗星辰汇聚的星河之中 诸多星辰衰老 殒灭 破碎成无数陨石和残骸 在星河中急速流窜 这个过程中 陨石和星辰残骸会燃烧 不断剔除杂质 体积也越变越小 直到最终 一切杂质都耗尽 只剩下最精纯的沙石 便是真正的星河金沙 此物来之不易 往往几百上千年才能寻到 最重要的是 只有神王强者进入域外星空 才有可能密得此物 因此 星河金沙非常珍惜 罕见 就算有些宗派和世家 开出千亿神石的天价 也买不到这种神王级材料 毕竟 这种材料的价值 已经无法用神石来衡量了 寄天行手捧着古铜宝盒 望着宝盒里的三枚玉瓶 脸上挂着欣慰的笑意 三个晶莹剔透的玉瓶里 都装着金光闪闪的细纱 散发着无比精纯 浓郁的星辰之力 乍一眼看去 三个玉瓶只有巴掌大小 装不了多少星河金纱 但实际上 这三个玉瓶也是神器 内部空间很大 寄天行想用星河金纱 淬炼藏天剑 提升藏天剑的品质 只需一个玉瓶里的金纱就够了 剩下两个玉瓶里的星河金纱 留着以后还能炼制别的王级神器 刷 光芒一闪 寄天行盖上宝盒 将其收进空间戒指里 他拿起一个又一个宝盒 打开后查看宝盒里的材料 整个房间之内 足足有150多个宝盒 每个宝盒里 都存放着一到两种炼丹和炼器的材料 绝大多数材料 都是军级集品的 也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从这些炼丹和炼器材料中 既天行又找到了两份神王级材料 一份玉瓶母器真髓 一份三万年的神龙追谷 这两份神王级材料 都是既可以炼制神丹 又能炼制神器 得到这三份神王级材料 既天行的目标就达成 不需此行了 更何况 另外150多个宝盒里 还装满了军级集品的材料 既天行当然是照单全收 绝不会留给各家势力的强者们 搜刮了炼丹房之后 既天行回到中间的书房 池桌上散落的上百块玉解 他逐个用神式查阅一遍 四周墙壁的层格里 那些精子和预解 他也耐心地检查一遍 这个过程有点慢 也很好费心神和精力 既天行用了近一个时辰 才把所有精子和预解里的内容看完 情况正如他所料 那些预解中 记载了八千多种神通秘法 全都是军级上品和顶尖的神通 不管绝学杀招 还是内功心法 亦或是炼丹不振之术 清誉神王都来者不拒 他常年累月在密室中闭关 潜心研究那八千多种神通秘法 就是想创出王级神通绝学 为了自创一套王级神通 他夜以继日 年复一年的研究 清住了所有的心血 在推演和自创神通的过程中 他太过专心和投入 真正是废寝望时 进入了蜂魔状态 几乎每隔几天 他都会有新的想法和发现 立刻记录在经纸上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他经过论证和推断之后 不得不排除许多想法 尽管清誉神王竭尽全力 可结果是令人惋惜的 他在这间密室里 整整研究了五百多年 却还是以失败告终 他努力了五百多年 尝试了近十万次 曾有过好几万个想法和念头 但是最终 他还是没能创造出 他想要的王级神通绝学 因为 他需要的王级神通功法 要有改造神区 血脉和神魂的效果 同时 这种王级神通功法 还有疗伤之效 更能帮修炼者突破神王境 如此复杂的要求 也难怪清誉神王会失败 既天行看完书房里的精致和欲解 了解到这些资讯 忍不住嘀喃一句 不过 曹清誉当时已经突破神王境了 又何必多此一举 他完全可以领悟 自创一些王级神通 用来增强自身实力 何必去创造那么复杂的神通功法 还要帮修炼者突破神王境 难道说 他想自创王级神功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别人 既天行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顿时就灵光一闪 有了八成把握 为了别人自创王级神功 什么人值得他如此付出 不惜耗费几百年时间 是他的亲人 至交好友 还是道理 既天行默默分析着 内心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但他为了确定答案 又仔细回忆那些预见和经纸里的内容 他隐约记得 在那浩如烟海的资讯中 似乎提到过几次 有关他自创神功的初衷 很快 既天行就从浩瀚的记忆中 找到了基础关键资讯 我绝不能辜负他 无论如何也要成功 成为神王又如何 我还是如此无用 看着他受折磨却无能为力 他使我今生至爱 为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不管他变成什么模样 我都会接受 就算我不能成功 天下神王何其多 总有人能有办法 终有一天 我会找到解救之法 让他从痛苦中解脱 恢复原本模样 然而 等着我 不管千年还是万年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几条资讯 是清誉神王的修炼杂技中 随手记下的一些情绪和感慨 济天行可以想象 清誉神王在闭关领悟神功时 内心肯定非常焦急和煎熬 一个人无处倾诉 才会在精止和预见中 下意识地留下一些话 整理出这几条资讯后 济天行的答案基本可以确定了 朝清誉想方设法的自创王级神功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解救那的名叫兰儿的女子 兰儿是他一生的挚爱 却为他做出巨大的牺牲 还改变了模样 承受着痛苦和煎熬 虽然他失败了 没能找到解救兰儿的办法 但他相信天下之大 神王众多 总有人能解决 于是 他独自离开了清誉神功 去游荡天下 寻找解救之法 济天行低声自语 整理出事情的前因后果 同时 他也猜到了兰儿的身份 第3231章惨烈代价 清誉神王的挚爱 那的名叫兰儿的女子 竟然是那头镇压在黑暗空间中 丑恶猙獰的黑色凶兽 这两者之间 怎么能画上等号 难以想象 无法置信 但济天行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便推断出这个答案 非常肯定 他大概能猜到 故事情节如下 当年曹清誉和兰儿相亲相爱 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眷侣 两人都是大炎帝国最顶尖的神军强者 都很有希望突破神王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人得到了某种奇遇 那是个莫大的机缘 若能把握住 便能帮两人突破神王境 当然 曹清誉的天赋资值更高 突破神王的希望更大 但是 那的机缘与凶险并存 显得诡异莫测 两人也无法确定 结果是顺利突破 还是暴体而亡 由于纠结了很久 兰儿做出了决定 他先尝试那的机缘 让曹清誉帮他护法 若他成功了 自不必多说 若是他失败了 至少曹清誉也能发现问题所在 进行改进和避免 结果很显然 兰儿的尝试失败了 他不仅深受重创 神区也发生了异变 逐渐演变成浑身棕毛 西非丑恶的凶兽 甚至 连他的神魂和思维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经常会不受控制的发狂 肆意攻击和杀戮 曹清誉非常伤心 觉得兰儿为他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他很对不起兰儿 无论如何 他都要解救兰儿 于是 他通过那的晋升的机缘 努力冲击神王境 有兰儿以身试法 他就有了经验 成功避开胸血 最终顺利突破神王境 突破之后 他并无多少兴奋和喜悦 见兰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整天如凶兽般发狂 他心忧如焚 他只能布置几座神镇 打造一处黑暗空间 把兰儿镇压在里面 唯有如此 才能让他安分下来 不在神宫内大肆破坏和杀戮 安顿了兰儿之后 清育神王就来到这栋石屋 潜心研究解救兰儿的方法 他拿出毕生的积蓄 尝试炼制百般神丹妙药 给兰儿服下 兰儿服下那些神丹 不仅没能治好病情 反而变异得更加凶宁 实力也急剧暴涨 清育神王见此法不通 若继续给兰儿服用神丹 并会让兰儿彻底疯狂 最后一丝理智也沦陷 于是他又想到另一种方法 他要汇集万般神通秘法 领悟自创出一种王级神功绝学 这部王级神功秘法 不仅能帮兰儿治疗病情 还能恢复他的血脉和神魂 更能帮他突破到神王境 若是能成功 那就堪称完美了 到时候兰儿恢复正常 也突破神王境 他俩就能遨游天下了 但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清玉神王待在实屋中 偶心力写地研究了几百年 也没能创出那部王级神功 失败的挫折和打击 让清玉神王无比内疚和自责 看到兰儿承受折磨和痛苦 他的内心也无比煎熬 于是他权衡考虑了很久 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离开清玉神功 走出大炎帝国 找遍天北域 甚至整个浩天大陆 虽然他救不了兰儿 但他相信世界之大 强者众多 总有人能救得了兰儿 哪怕耗费千年万年 他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 清玉神王向兰儿道别 离开了大炎帝国 如今万年过去了 清玉神功依旧存在 兰儿仍然在黑暗空间中饱受折磨 但清玉神王始终没有回来 他施约了 以上这些便是既天行推断的事情始末 虽然只是个梗概 不够具体和详细 可能和真实情况相比 还有些遗漏和欠缺 但这已经接近真相 八九不离十了 纳格兰儿肯定想不到 曹清玉在外游荡的万年间 经历了哪些痛苦和磨难 更何况 千年前还有一场浩劫 或许曹清玉在那场动荡中死了呢 看来 他是注定等不到心上人归来了 既天行自言自语的呢喃几句 语气中有些惋惜 他挥手打出几道金光 席卷石桌上的玉解 还有层格里的金纸和玉解 不依惠尔 他就把所有的金纸和玉解 都收进空间戒指里 尽管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没有太大的作用和意义 但他不能留在这里 若是被大炎帝国的各家势力得到 终究不是什么好事 既天行又在石屋四周转了一圈 确定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才转身离开 往回飞的途中 他依旧是隐身状态 收敛了气息 神势延伸开来 笼罩了方圆万里 默默探查整个清玉神宫 没错 清玉神宫在一处一度空间里 这处空间刚好方圆万里 除了两百里宫殿和宅院之外 其他区域都是高山 草原 湖泊和森林 此地神力充裕 环境清幽 也算是一处不错的洞天福地 当然 清玉神宫里最珍贵的宝物 都在那座石屋中 全被既天行搜刮了 现在 清玉神宫也没什么值得探索的 不依惠尔既天行就飞回到神宫附近 停在一片宫殿的上方 之前他离开时 方圆两百里的宫殿和宅院 还是完好无损的 只有清玉神王的住处 那座宅院被轰成了废墟 如今 方圆两百里都变成了废墟 入目所见一片狼藉 之前还金碧辉煌的宫殿 只剩下残垣断壁 天空被无尽烟尘遮蔽了 大地也不满了裂缝和深坑 散落着无数砖石碎渣 道道耀眼夺目的神光 仍在天空中剧烈碰撞 声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还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毫无疑问 沿天刚和各大势力的神军强者们 仍在拼命围攻那头黑色凶兽 当然 应该说那是蓝儿更恰当 双方已经厮杀 激战了一个时辰 战斗余泊覆盖了方圆几千里 别说两百里宫殿和宅院被毁 就连几千里外的山脉和丛林 都变成了废墟 各大势力的神军们伤亡惨重 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之前进入神宫时 总共有三百多名神军 大多数都身受重伤 而现在 场中只剩四十多名上尉神军 还在遇血奋战 第3232章莲亲王的末日 之前那两百多个身受重伤的神军 被兰儿屠杀了七八成 只有少数神军见势不妙 提前退出清御神宫 才躲过一劫 而十大宗派 世家麾下的 一百二十多个上尉神军 都是没怎么受伤 实力保存完好的 之前这一个时辰的厮杀大战中 他们是对抗兰儿的主力 正是他们的顽强支撑 奋力为杀 战斗才能持续到现在 而且 他们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之后 终于打败了兰儿 此时此刻 严天当和夜无几等人 带着四十多名上尉神军 结成一个包围圈 将兰儿困在其中 虽然众人伤势惨烈 浑身都沾染了鲜血 看起来颇为狼狈 但兰儿的伤势更加凄惨 他不仅浑身伤痕累累 到处都是身可见骨的伤口 连后背的羽翼都被斩断了两根 紫黑色的鲜血 从各处伤口涌出 令他浑身浴血 看起来极其狼狈 哪怕他的实力抵蕴 堪比义重镜的神王 在被诸多神军围攻一个时辰之后 也变得十分削弱了 他的力量流逝大半 正举列地喘息着 神魂波动也有些紊乱 在施展那些神通绝技 威力也大不如前 就连他挪移躲避的速度 也比之前更慢了 反观炎天当和夜无几等人 虽然伤势颇为惨重 但是都保存了战力 而且他们人都是重 结成战阵联手遇敌 哪怕再坚持一个时辰 也没什么问题 倒是兰儿的处境无比凶险 不可能再支撑一个时辰了 他陷入众人的包围 左冲右途的尝试几十次 各种神通绝技都是过了 却始终没能突破包围圈 力量越来越削弱的同时 他的神魂状态也愈发不稳定 一旦他的神智魂恶 陷入昏迷或疯癫状态 那下场可想而知 必定会被炎天刚等人 当场撕成碎片 与此同时 炎天刚和夜无几等人 也看出了兰儿的状态 都精神振奋 满腔期待 为了鼓舞士气 振奋人心 他们都高声喊道 大家继续缩小包围圈 那头凶兽已经是强武之末了 虽然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那头凶兽的伤势太重 已经濒临昏迷了 只要我们稳步逼近 最先倒下的必定是他 诸多受伤的神军们 听到几位领袖的呼喊声 都是士气大振 精神抖擞 他们排列着战阵 打起十二分精神 朝着兰儿不断逼近 包围圈不断缩小 汹涌沸腾的杀气 也凝结成漫天血红的火焰 兰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身躯止不住战斗 他发出阵阵低沉的咆哮 甚至声音嘶哑地咒骂道 你们这群卑劣的强盗 全部都该死 他是清御神功的半个主人 而众多神军们是入侵者 但言天当和夜无几等人 不愿背负强盗这个名声 便纷纷开口反驳 我们是强盗 不 我们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李这头凶残是血的凶兽 若非犯下滔天杀孽 怎会被清御神王镇压在黑暗中 李罪孽深重 能活到今日就该知足了 诸位强者们不仅没有半点羞愧 还义正言辞地斥责兰儿 一副声张正义的姿态 兰儿背弃得速速发抖 浑身翻腾着冲天怒火 双眼也变得一片心红 畜生 你们这些强词夺理 丧尽天良的畜生 全都不得好死 兰儿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怀着极度愤怒和绝望的心情 向众多神君发起了冲杀 他苦苦等候万年岁月 却没能等到清御神王 心中无比苦闷 失落和绝望 甚至还有一丝怨恨 如今身陷险境 他自知难以逃脱 定要被围杀当场 于是 他便抱着同归于尽 死亡及时解脱的心态 展开了最后的反击 这一战 他绽放出了最绚烂的神光 毫无保留地释放出压 箱底的绝杀神通 各种各样的神通光影 遮蔽了这片天空 诸多神君强者们面色凝重 全力以赴地施展绝技 抵挡兰儿的攻杀 轰轰轰 轰轰轰轰轰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兰儿的全力攻击 被炎天刚等人轻松化解了 反倒是众为神军联手进攻 源源不断地释放神通绝技 将兰儿打得节节败退 伤势不断加重 双方拟来我往地拼杀着 厮杀得异常激烈 但兰儿明显落入下风 被众多神军压制着打 坚持不了多久便要败亡 此时 寄天行保持隐身状态 躲在暗中观战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想管这党子闲事 不管炎天刚还是兰儿的生死 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只想寻找机会 刺杀人群中的廉亲王 毕竟 廉亲王就在那四十多个神军之中 也是披头散发 浑身燃血的狼狈模样 除了叶无疾和太上长老 和天宗其剩下三个长老还活着 这五位强者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兰儿的身上 无暇保护廉亲王 不过 既天行看清了兰儿的处境 又了解到他和清玉神王的故事 不禁对他心生测影 之前是我打开石门 惊醒了他 还无以为他是凶残魔兽 把炎天刚等人引过去 若不是我 他也不会跟炎天刚等人厮杀 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罢了 就看在清玉神王的份上 帮他一次吧 既天行之道 兰儿本性不坏 甚至还是个善良的女子 否则 他也不会为清玉神王 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在探索神宫这件事上 本来就是他和五十家势力不占理 清玉神宫是兰儿的地盘 他们都是入侵者 说是盗贼也不过分 更何况 他还拿走了清玉神王的宝物 看到兰儿陷入绝境 不出手帮忙 他心里过意不去 于是趁着诸多神军全力围攻兰儿之际 既天行悄无声息地接近 他锁定了廉亲王的气息 既出藏天剑 悍然使出了绝学杀招 藏天 神剑一出 寒芒要是 长达百丈的死亡黑光 吸着漫天剑气风暴 笼罩了廉亲王 而此刻的廉亲王 正在施法攻击兰儿 根本不防备有人刺杀他 察觉到死亡危机降临时 他再想躲避也晚了 第3233章太瞧不起人了 黄黄剑芒 吸着震杀一切的威势 从天而降地轰向廉亲王 剑光笼罩之下 连亲王周围的百丈空间 都如同冰块般凝固了 他的身影也被剑光淹没 黑色金纹龙袍被剑气绞成了碎片 满头长发也寸寸断裂 生死攸关之际 他的表情无比凝重 柳头望着从天而降的剑光 还有天空中的纪天行 他面色俱变 双眸中露出无比震惊和惊诧之色 竟然是你 怎么可能是你 连亲王怎么也想不到 纪天行竟然来到了这里 而且 一直潜伏在清玉神功之中 没被大家发现 直到此刻 众人与黑色凶兽激战的紧要关头 他突然出手袭击 这太卑鄙了 也太致命 连亲王内心震惊的同时 还感到十分惊骇 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气息的降临 如此突然的袭击 如此近的距离下 他根本没机会躲避 唯一能做的 只有催动毕生功力 结成一道暗金护盾 将自己保护起来 轰隆 璀璨夺目的巨剑 狠狠轰中了暗金护盾 爆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连亲王全力凝结的暗金护盾 紧紧支撑了刹那 就被轰得四分五裂 支离破碎 无穷无尽的碎片 吸着狂暴的冲击力 朝四周扩散开来 离连亲王不远的两位和天宗长老 顿时就遭了殃 扑天盖地的神光碎片 犹如刀剑利刃一般 在两位长老的身上留下无数窗口 标剑出漫天鲜血 同时 连亲王也被剑光轰中 半边身子都血肉模糊 整条右臂变成碎渣 巨大的冲击力 将它轰飞了出去 而且 它不由自主地飞向兰儿 人在半空中 情不自禁地发出惨叫声 正在左冲右涂的兰儿 立刻抓住机会 会五双爪刺出漫天血光 朝连亲王杀来 羞羞羞 只听得光刃破空 便看到天空中雪花飞溅 碎肉横飞 连亲王的身躯 本就被鲜血尽尸 如今又被光刃洞穿身躯 变得如同筛子一般 正要停歇的惨叫声 再次爆发出来 声调也达到了更惊人的地步 看到这一幕 又无极与何天宗的太上长老 顿时面色俱变 发出一声惊呼 永连 该死的孽障 找死 太上长老怒暮瞪着季天行 锁定了他的神魂气息 当机立断的徽掌杀来 季天行正要趁势诛杀廉亲王 却被太上长老挡住了 他刺出的漫天见光 被太上长老打出的遮天掌影拦截 两者在天空中碰撞 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蹦见出亿万块碎片 季天行毫发无伤 太上长老被震退百丈 面色一阵青红交加 胸口也急剧起伏 尽管太上长老早就达到了神军境巅峰 论真实战斗力 他仅次于颜天刚 再大炎帝国能排境前三 但他何计天行被拼一招 却还是吃了亏 内服也被震伤了 如此结果 令他无比惊骇 李就是天行 那个狂妄无端 凶残势杀的一族小子 太上长老瞪着季天行 生如红中的贺问道 他也很震惊 没想到祭天行 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 竟然潜入清誉神宫刺杀廉亲王 同时 太上长老廉亲王 叶无极和颜天刚等人 认出祭天行的身份后 都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在搞鬼 胆大包天的处生 你竟然攫取了我们的圣果 是你 是你这个混蛋 偷偷潜入神宫 激怒了这头凶兽 众人都明白了 他们之前的推断没错 祭天行确实在他们之前进入神宫 他不仅搜刮了神宫里的宝物 还放出了被镇压的凶兽 害得众多神军被屠杀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 煞世间 各大宗派和世家的强者们 注意力都集中在祭天行身上 众人对他恨之入骨 都爆发出汹涌滔天的杀气 立刻就要围攻他 相比企图杀众多神军的凶兽 他们更憎恨祭天行 然而 众人的注意力分散了 然而的压力大减 顿时就肆无忌惮地发起冲杀 羞羞羞 他化作一道血影划破天空 释放出千万道血光利刃 席卷众多神军 砰砰砰 温响声接连爆出 人群中血花蹦剑 十几个神军都被击中 伤势雪上加霜 如此一来 盐天当和诸多神军们不敢分神 只能全力对付蓝儿 盐天当果断呐喊道 叶无极 你们全力对付那的一族小子 这头凶兽交给我们 面临内外夹几的困境 盐天当冷静又果断 立刻调整了对策 叶无极明白他的用意 立刻点头应道 好 随后 盐天当和三十多位神军强者 全力围攻蓝儿 叶无极 太上长老和天宗的三位长老 还有两大使家的九位神军 联手围攻纪天行 至于连亲王 趁着纪天行和蓝儿被围攻 无暇追杀他 连忙退出战场 躲到远处疗伤去了 他很聪明 没有逃离清玉神宫 因为清玉神宫外 驻扎的近两万神灵 都是乌合之众 一旦祭天行冲出包围圈 追出清玉神宫去杀他 无人能帮他抵挡 留在清玉神宫内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就站在离战场 三百里远的天空中 既能观察到战场的情况 又不会被战斗鱼颇伤及 一旦祭天行刺杀他 他能提前察觉 及时躲避 而且 叶无极和太上长老等人 也能出手救他 连亲王心里盘算着 自己觉得挺安全 不禁松了口气 严天刚和三十多位神军 也团团包围了兰儿 使其无法突围 叶无极和十三位神军 也联手困住了祭天行 表面看起来 场中的局势稳定了 祭天行和兰儿都被控制住 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被众人斩杀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 祭天行环视一周 目光扫过叶无极 太上长老和十几位神军 嘴角勾起戏约的冷笑 呵呵呵 严天当和三十多个神军围攻兰儿 叶无极只带着十几个神军围攻我 太瞧不起人了 难道在你们眼里 兰儿比我的威胁更大吗 第3234章中将结束 祭天行的泥南自语 低声冷笑 也无极等人听得清楚 就连不远处被严天当等人围攻的兰儿 也听到了这番话 毕竟 众人都是尚未神军 顶尖的强者 兰儿当时就身躯一江 双眸暴争 难以置信的望向祭天行 那一杀 他失神了 浑浑噩噩 并不清醒的大脑 像是被一道闪电划破 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愣住了 双目死死冰着祭天行 内心涌起滔天巨浪 两行带血的泪水 瞬间夺框而出 从脸颊上滑落 以 你怎么 知道我 他自言自语地唸喃着 内心惊诧又酸楚 迟得万年岁月 他终于重见天日 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 然而 他的名字 只有那个人 才有资格这样称呼他 此时此刻 然而内心深处 甚至冒出了一个荒诞的念头 难道是他 是他回来了吗 他没有抛弃我 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 可是他怎么变了模样 是我记错了吗 不可能 就算十个万年 我也绝不会记错他的模样啊 一定是他变了 他肯定遭遇了什么 然而心思电传 竟把祭天行当成了清玉神王 当然 他只是有这个念头和猜想 根本没有把握确认 但就在这个时候 突如其来的漫天光刃和神术光影 打断了他的思绪 砰 砰砰 刷刷刷 然而瞬间被漫天光刃淹没了 身躯狂震 浑身血花飞溅 狼狈地倒飞出去 人还在半空中 便以张嘴喷出血溅 发出一声痛苦的闷横 显然 在他失神恍惚的时候 颜天光等人抓住机会 成功偷袭了他 这一击之下 便将他打成重伤 他的伤势更加惨重 浑身血流如注 力量也快速流逝 颜天光等人趁势围上去 又被兰儿展开一轮狂猛的进攻 兰儿被压制着打 伤势不断加重 只能不断撤退和躲避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而这一边 济天行和叶无极等人的战况 却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面对十几位神军的围攻 他不屑一笑 抬手握剑指向苍穹 诸天剑阵 顿时 苍穹之上出现两万道光点 如流星雨般倾泻而下 修修修修 两万道神圣巨剑 吸着震杀一切的威力 瞬间降临当场 以济天行为中心 方圆百里被笼罩了 刷刷刷 剑光纵横 瞬间结成剑阵 封印了这片区域 夜无极 太上长老和十几位神军 都被剑阵镇压了 众人顿感压力暴增 不仅行动艰难 神力运行也异常阻塞 战斗力大幅下降 不止于此 成千上万的神圣巨剑 密集如雨地倾泻而下 万剑穿梭绞杀 还结成一道道剑阵风暴 笼罩了诸多神军 顿时 那十几位神军就遭了殃 伴随着刷刷刷的破空声响起 好几位神军被剑阵风暴剿成碎渣 连神阁都支离破碎 紧接着 和天宗的两位长老 也被数百道剑光笼罩 切割成了血肉碎渣 只剩夜无极 太上长老和几个神军 还在剑阵中苦苦支撑 但随着时间流逝 他们的神力快速消耗 战斗力不断衰弱 伤势也不断加重 纪天行站在剑阵中 全力催动剑阵之威 对众人展开轰杀 叶无极和太上长老等人 强称着重伤之躯 拼命向纪天行冲去 大家一起上 联手杀了他 只要杀了他 这座剑阵不攻自破 众人心知肚明 想在短时间内破解这座剑阵 几乎是不可能的 唯有杀掉纪天行 才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表面看起来 他们离纪天行只有二十里远 换作平时 一念之间就能顺移到纪天行的面前 但现在 他们在剑阵中无法顺移 只能艰难地飞行 短短二十里 却比登天还难 等众人终于冲到纪天行的面前 又有几位神军被万箭绞杀了 幸存的叶无极 太上长老和两大事家的家主 也是伤痕累累 十分虚弱 该死的畜生 竟然强悍如斯 此此究竟是什么实力 竟能斩杀我们这么多神军 难道他已经超越神军境 突破到神王境了吗 不管他实力再强 我们已经冲到这里 马上就能杀掉他了 内心震撼 惊恐的同时 四位强者也孤注一职 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 像计天行发起了绝杀 然而各种神通绝杀笼罩计天行时 他的身影却变得透明模糊了 毁天灭地的神通绝杀 毫无辞职地穿过他 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看到这一幕 四位强者都傻眼了 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血术 夜无极满腔惊骇 太上长老也无比震惊 师生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下一杀 计天行全力催动剑阵 以八千道具剑凝结四道风暴 从天而降地笼罩了四位强者 刷刷刷 剑光闪烁 剑气纵横 毁天灭地的剑阵风暴 疯狂绞杀着四位强者 璀璨的剑光之中 不断有鲜血和碎扎蹦剑出来 还夹杂着众人的闷横与惨叫声 这个时候 寂天行不再理会四位强者 他头也不回地飞出剑阵 以隐身姿态杀向连亲王 因为纳斯道剑阵风暴 聚集了诸天剑阵的所有威力 叶无极和太上长老四人 必死无疑 绝无幸免的可能 而远处的连亲王 只看到他施展剑阵 和叶无极等人厮杀激战 连亲王根本不防备 战斗会这么快结束 刷 一个呼吸之后 寂天行瞬移三百多里 出现在连亲王的身后 而这个时候 连亲王刚服下几颗神丹 一边运弓炼化要力 一边盯着战场上的局势 沿天刚和三十多位神军 把拦而打得惨不忍睹 濒临败亡的边缘 这让连亲王稍感安慰 他唯一担心的 是剑阵中的叶无极等人 能否斩杀济天行 就在他满腔焦急 忧虑之际 身后突然爆出了耀眼神光 一股无比冰寒的死亡气息 瞬间笼罩他全身 令他遍体冰凉 如坠冰窖 刷 他下意识地转身 便看到毁天灭地的剑光 一面不断放大 还有那张熟悉的脸庞 正似笑飞笑地望着他 这一刻 连亲王肝胆剧烈 第3235章帮你们做决定 哼 震耳欲聋的剧响声爆出 一团耀眼的五彩神光 犹如莲花般 在夜空中绽放 伤痕累累的连亲王 也在漫天神光中 闸成碎渣 蹦见出无数雪花 祭天行那一剑斩下 他的神区当场毁灭 就连他的神格也遭到重创 裂开了缝隙 随着雪花蹦见开来 他的意识模糊眩晕了 神格随波逐流 身不由己地飞向远处 而这一幕 又无疾和太上长老等人 是看不到了 他们在诸天剑阵中 被剑刃风暴镇压着 自身难保 严天刚和诸多神军强者们 到时发现了连亲王玉玺 看到了祭天行的身影 众人都大惊失色 发出了惊呼 却没人能救连亲王 也根本来不及施救 这时 祭天行又追了上去 全力挥剑斩向连亲王的神格 随着弄插一声催响 连亲王的神格当场崩溃 爆出十几块碎渣 连亲王就此陨落 祭天行大手一挥 将十几块神格碎片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 诸天剑阵之内 四位神军也到了最后关头 最先被剑光绞杀成渣的 是两大士家的家主 紧接着 太上长老的护身神器崩溃 神区被绞成碎渣 神格也支离破碎 业无疾之称到了最后 各种防御神器和神通秘法 都用过了 却还是没能挡住万剑绞杀 很快就被绞成了血肉碎渣 十几块神格碎片 也伴随着血雨蹦剑开来 散落在剑阵中 剑阵里的人都死光了 诸天剑阵逐渐停止运转 两万道具剑也悬浮在空中 如此一来 严天当和诸多神军强者们 能清楚看到剑阵内部的情况 众人皆知 又无疾和十几位神军去围杀祭天行了 如今既天行在剑阵之外 刚出手秒杀了廉亲王 而那座停止运转的剑阵内 却是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业无疾和十几位神军都消失了 严天当和三十多位神军们 顿时骇然色变 露出无比惊恐的眼神 许多人都忍不住 发出了惊呼声 天哪 业宗主他们 全都被那个畜生杀了吗 剑阵停止运行 里面空荡荡的 业宗主他们肯定遭遇不测了 这怎么可能 业宗主和十几位强者联手 竟然没能杀了他 还被他反杀了 那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手段怎么如此恐怖 相比起那头凶兽 这小子更加可怕啊 大家小心 他杀了业宗主等人 就会来对付我们 诸多神军都意识到不妙 连忙收缩防御 警惕戒备着祭天行 众人放缓了攻势 分散注意力到祭天行的身上 兰儿顿时压力大减 祭天行也不急于进攻 他先飞进诸天剑阵 把十几位神军的神德碎片 都收入空间戒指里 然后 他才不急不许地飞向炎天刚等人 再离众人万丈远处 他停在了天空中 神色漠然地盯着诸多神军 众多神军如灵大敌 既要出手压制兰儿 还要防备着祭天行 严天刚也暂停攻击兰儿 神色肃然地望着祭天行 沉生冷喝道 老夫知道你就是之前那个 传得沸沸扬扬的杀神天行 小子 你跟连亲王有仇 跟河天宗势不两立 这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但大言皇室和这几大宗派世家 跟你并没有仇怨 所以 你要适可而止 否则大家只能拼得于死网破 谁也没想到 严天刚竟然会说出这番话来 这些话听起来是在威胁祭天行 实际上是对他感到忌惮 如果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几大宗派和世家的人 也跟严天刚一样 并不想招惹纪天行 众人的态度和意见统一 几位领袖纷纷开口 附和严天刚的话 见众人作词反应 纪天行也露出了微笑 暗自尼南道 还好 这群老家伙并非顽固不化 也知道沈石堕士 这就好办了 于是 他指了指包围圈中的兰儿 对严天刚等人说道 那不是什么凶兽 他也是大言神族 只是出了些意外 才变成这样 你们跟他无冤无仇 进入清狱神宫 也无非为了求财 和寻找机缘 就算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今天把他杀了 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这样吧 你们放了他 本君便不为难你们 大家互不相干 如何 这 严天刚顿时犹豫了 沉吟不语 几大宗派和世家的神军们 也对继天行的话有些动心 纷纷传音劝说严天刚 老祖那小子说的对 我们确实没必要跟这头凶兽死磕 那小子跟咱们无冤无仇 只要咱们答应他的条件 就不用跟他厮杀大战了 老夫看出来了 那小子就是想救这头凶兽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他也不想跟我们厮杀大战 老祖 咱们放了这头凶兽 跟那小子井水不犯河水 听得众人的劝说 严天刚暗自皱眉 连忙用神事传音 对众人解释了一番 你们所说的这些 老夫又何尝不明白 可你们想过没有 大小子趁咱们不注意 想先潜入清玉神宫 若神宫内有什么传承和宝藏 他肯定早就得到了 如今这片宫殿都被毁了 什么都没剩下 就算咱们不跟他起冲突 随便在神宫中探索 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 而且 他对这头凶兽如此在乎 肯定另有所图 这头凶兽被封印在这里万年 定然跟清玉神王有莫大的关系 咱们能错过吗 经言天当这么一分析 众多神军们恍然大悟 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众人也开始犹豫 究竟要不要放过兰儿 若是放了兰儿 自然不会跟祭天行厮杀 但众人极可能白来一趟 空手而归 若是不放兰儿 倒是有可能从兰儿身上 发现清玉神宫的秘密 但他们势必要跟祭天行厮杀一场 到时肯定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就在众人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之际 祭天行看出了众人的想法 当即冷笑道 既然你们心有不甘 还在犹豫 那本君就帮你们做决定吧 话音落实 他悍然挥动藏天剑 洒出铺天盖地的剑光 杀向十几位神君 第3236章尘埃落定 刷刷刷刷 那天剑光笼罩之下 空间一片混乱 那十几位被剑光覆盖的神君 野下的神色巨变 露出惊恐的眼神 他们算是见识到杀神的形式作风了 干脆果掘又狠辣 当然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他们只能拼命后退 并倾尽全力地施展防御神通 抵挡剑光的斩杀 砰砰砰 漫天剑光斩在一片金光护盾上 爆出沉闷的巨响声 蹦剑出无数神光碎片 只有六个神君安然无恙 另外八个神君都倒飞出去 浑身标剑鲜血 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虽然他们保住了性命 神区也没被摧毁 可他们的伤势更加惨烈 战斗力也直线下降许多 这是祭天行给众人的警告 一招之后 他便没有再出手 但言天刚和诸多神君们 感到莫大的屈辱 都愤怒地浑身发抖 混蛋 李实在太畅狂了 一言不合就下杀手 真当我大言帝国无人能治你了吗 小子 这是你逼我们的 言天刚和诸多神君们 一边冷喝咒骂的同时 一边出手围攻祭天行 众人都倾尽全力 各自施展绝学神通 释放初步天盖地的神术光影 从天而降地朝他轰去 见此情景 祭天行挑了挑眉头 倾笑道 呵呵 果然是一群高高在上 作威作福惯了的上位者 林肯牺牲更多人的命 也不愿承受轻视和侮辱 一边说着 他左手使出龙象神拳 右手挥动藏天剑 全力迎敌 轰 山越大的龙象虚影 吸着势不可挡 轰杀一切的威力 轰然砸向眼天刚等人 藏天剑也舞出漫天寒芒 使出一招星河断流 斩向众多神君 砰砰砰 双方施展的神术碰撞 爆出正耳欲聋的巨响声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百般神通光影都支离破碎 蹦践出漫天神光碎片 散落在四周 祭天行被震退千丈远 白袍和黑发被狂风吹得烈烈飞舞 面色也略显苍白 毕竟 他面对的是三十多名上位神军 没有被对方联手轰杀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当然 三十多位神军们的下场 却是更加凄惨 超过一半的神军 都被剑光和剑气席卷 狼狈倒飞出千丈远 伤势更加惨烈 也只有严天当和几位 宗害世家的领袖 尚且安然无恙 众人结成的战争被破坏了 祭天行趁势追击 兰儿也敏锐地抓住机会 袭杀好几个身受重伤的神军 虽然 严天当一方有三十多人 比起祭天行和兰儿 他们占据绝对优势 人数多出十几倍 但场中的局势 却是截然相反 竟然变成了祭天行和兰儿 前后夹击严天当等人 不出二十席时间 便有十几个神军 先后死在祭天行和兰儿的手下 就连严天当也受了不轻的伤 模样狼狈不堪 事已至此 严天当和诸多神军们彻底绝望了 继续厮杀下去 他们都要死在这里 且杀不掉祭天行和兰儿 于是他们只能忍着屈辱和悲愤 抛开尊严和脸面 狼狈地掉头逃跑 严天当和四大宗派世家的领袖断后 顽强抵挡计天行和兰儿的攻杀 另外二十个神军 头也不回地逃了 眨眼间 他们就冲出神宫大门 飞进云海之中 见诸多神军们逃离神宫了 严天当和四位宗派领袖 才转身逃向神宫大门 守在云海之外的近两万神灵 都围在神宫的四周 焦急又担忧地等待着 之前这几个时辰 他们一直听到神宫里 不断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和爆炸声 不用看他们也知道 那是众多强者们厮杀大战的声音 可是 神宫里的大战持续那么久 始终没有消停的迹象 各家势力的精锐主力 再怎么焦急和担心 也得乖乖守在神宫外 不敢擅自闯入 终于 在两万神灵门担忧 期盼焦急的目光下 几道身影飞出了神宫大门 刷刷刷 那是几个上尉神军 来自不同的势力 都是浑身浴血 重伤冰死的凄惨模样 他们犹如丧家之犬 仓皇无措的逃窜 丝毫不复往日的威严和高贵 陡然看到这一幕 近两万神灵都傻眼了 无数人都露出震惊 骇然的表情 众人都没想到 那些实力强大的上尉神军们 也会败得如此凄惨 紧接着 又有十几个满身血迹 狼狈凄惨的上尉神军 如闪电斑飞出神宫大门 他们风驰电车地飞过云海 亡源楚逃去 还高声呐喊道 快逃 离开这里 还愣着干什么 快逃啊 快跑 不然所有人都得死 诸多神军的呐喊声 在云海中回荡不休 两万神灵本就内心震惊 再听到这番声声气血的呐喊 更是惊骇得惶恐不安 手足勿措 许多势力的精锐主力 都下意识地转身逃跑 远离清玉神宫 只有排名前十的宗派世家 犹豫权衡了一下 决定再看看情况 就在这时 又有五道身影从神宫大门里飞出来 刷刷刷 诸多神灵门定睛一看 那正是颜天刚和四大宗派世家的领袖 这五个上尉神军 可谓是帝国境内最顶尖的强者了 没想到 连他们也伤痕累累 狼狈不堪地逃窜 这下 众多神灵门最后一丝侥幸和希望也破灭了 看到颜天刚等人急速逃窜 神宫大门外的所有人 都奋不顾身地转身逃跑 几个呼吸之后 神宫大门外就变成空荡荡的 一个人隐也不见 与此同时 兰儿浑身冒着血色杀气之焰 气势如红地冲到了大门口 他已经杀红了眼 浑然不顾濒临崩溃的神区 随时可能昏迷的处境 还要追杀那些神军们 不过 纪天行释放出一道金光巨掌 将他牢牢握住 拦下了他 穷寇莫追 兰儿被金光巨掌禁锢了 拼命挣扎也无法动弹 听得纪天行的提醒 他杀气腾腾地怒吓道 放开我 纪天行挥手打出一道神光 将神宫大门关上了 他以金光巨掌擎拿着兰儿 转身朝神宫之内走去 以你现在的状态 真要追上去 不出百席时间就要允命 第3237章误会大了 虽然 兰儿的情绪大起大落 受到太多的刺激 有些疯癫和失控了 但如今大战结束 清玉神宫内安静下来 他又被寄天行情拿着 根本无法动弹 更难以脱身 过了一阵 他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 浑身冒出的血色火焰 也逐渐熄灭了 好了 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 他低着头 声音低沉地说道 见他的情绪确实稳定了 济天行便撤掉了金光巨掌 兰儿果然没有妄动 身躯扣楼地站在废墟上 低头咳嗽喘息着 他的伤势非常重 浑身上下都不满伤口 身可见骨 若伤势再严重几分 他的神躯就要崩溃瓦解了 另外 他神魂本就变异 有缺陷 又遭到如此重创 更加奄奄一席了 此刻的他 只觉得变体冰寒 力量极度虚弱 双眼发黑 随时都会昏迷过去 济天行当然能看出 他的伤势严重到何等地步 见兰儿几乎站立不稳 他连忙拿出两颗神丹 立到兰儿面前 扶下这两颗神丹 先稳住伤势 否则你的神道根基要被毁掉 兰儿愣了一下 没有去接那两颗神丹 他缓缓抬起头 沾染了血迹和泪痕的双眼 眼神复杂地望着济天行 尽管他的意识越来越昏沉 双眼也越来越模糊 但他竭力睁大双眼 努力想看清济天行的模样 见他这般反应 济天行忍不住催促道 你已经伤成这样了 可不可以先把丹药吃了 咱们再说其他的 你放心 那两颗丹药绝对没问题 我若想害你 随手几招就能杀了你 何必在丹药上做手脚 兰儿依旧不为所动 也不看那两颗丹药 眼神朦胧地盯着济天行 他轻轻摇了摇头 声音低沉 嘶哑地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知道我的名字 为何要救我 济天行颇为无奈 又不能如实相告 只好问道 是不是我告诉你答案 你就服下那两颗神丹 其实 那两颗神丹是清玉神王炼制 专门救治兰儿的 之前济天行把食物里的宝物都带走了 自然也包括那些神丹妙药 兰儿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济天行稍感安慰 解释道 本君名叫天行 为追杀仇敌来到这里 无意间看到了清玉神王留下的书籍和御解 才知道呵呵呵是吗 兰儿语气有些悲凉的冷笑几声 眼神变得更加复杂了 既有嘲讽和轻蔑之意 又有寒心和失落之情 既天行看得头疼 心中暗想到 这家伙肯定误会了吧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好在 兰儿没有多说什么 灰爪握住两颗金灿灿的神丹 将其吞下了 刷 那两颗神丹进入他体内 立刻绽放耀眼夺目的金光 迸发出辉红浩荡的神圣力量 兰儿当即身躯一阵 浑身标剑出千百缕黑雾和血气 身躯也剧烈颤抖起来 他有些痛苦地闷横一声 双眼逐渐闭上 陷入昏迷之中 但在昏迷之前 他双目暴征 金光灵力地瞪着既天行 冷喝一声 你休想骗我 就是你 说完之后 他就彻底陷入昏迷 倒在废墟上不动了 既天行无奈地皱了皱眉头 暗自嘀咕道 他该不是受到的刺激太大 已经疯癫了吧 嘴上这么说着 可他心里却很纠结 陷入犹豫之中 本来 兰儿跟清玉神王的事 与他毫无关系 他也不太在乎 兰儿的死活 大可视而不见 一走了之 离开清玉神宫之后 他去找个地方闭关修炼 赶紧炼化众多神君的神格碎片 很快就能突破到神君境九重 但是 他跟清玉神王有过一面之缘 而且结下了善缘 来到清玉神宫之后 他又了解到清玉神王和兰儿的故事 对于这两个苦命人 他心里多少有些同情 更何况 他误闯了地下密室 斩断了镇压兰儿的锁链 这才导致后面的厮杀大战 而且 他还拿走了清玉神王的宝物和材料 从感情上来说 他没法做道见死不救 如今 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其一 就此离开清玉神宫 不管兰儿的死活 反正他也服下了清玉神王炼制的神丹 且伤势不会真的致命 就算不帮他 他也不会死 只是伤势太重 可能神驱破碎 也有可能神道根基崩叶 其二 遵循内心的人词和善良 设法帮兰儿治疗伤势 如此才能求个问心无愧 但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让兰儿产生误会 也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犹豫了片刻之后 纪天行终于做出了决定 台式的邦 见死不救 并非本君的性格 一边说着 他以神式呼唤扭曲时空中的云瑶和姬科 不太凑巧 姬科正在闭关修炼的紧要关头 不能被打扰 只有云瑶可以离开 他才突破境界没多久 正在运功瘟养根基 听到纪天行的呼唤 他离开九天石掘塔 出现在纪天行的面前 天行 有什么事吗 一袭月白长裙的云瑶 比往日更加高冷绝美 既天行指了指示不外的兰儿 向云瑶解释道 如今我在清玉神宫中 那头看起来猙獰的凶兽 是清玉神王的爱吕 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及兰儿的真实身份 都对云瑶讲了一遍 云瑶听完之后 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天行 你想帮兰儿治疗伤势 但又不想让他误会 所以就让我来帮你 以此避嫌对吗 既天行点了点头 云瑶微微汗手 与其温和地道 天行 其实你大可不用避嫌 无论你做什么 我们都相信你 既天行苦笑着道 你们当然相信我 可这个兰儿不行 他脑子糊涂了 已经误会了 果不其然 原本昏迷的兰儿 亦是处于模糊状态 竟然像说梦话一样 声音悲怯断断续续地喊道 星宇 你回来了 我等你好久 你为何要躲 还改头换面 来见我 难道你 终究是厌弃了 不想看到 我这个怪物吗 听到他这番话 既天行和云瑶对视一眼 既天行无奈贪手道 我就说麻 误会大了 第3238章最终赢家 兰儿的执念太深 如今又处于昏迷状态 亦是浑浑噩噩 既天行和云瑶 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去对他解释什么 两人只能带着昏迷的兰儿 飞向清玉神宫的深处 万里之外的空间边缘 那座高山和山巅的食物 依旧完好 既天行和云瑶降落于此 将兰儿放在密室之中 随后 既天行施展神通秘迹 帮兰儿治疗伤士 云瑶守在一旁 既照顾兰儿 也帮既天行护法 随着时间推移 兰儿浑身的血迹和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既天行耗费半天时间 帮他治好了外伤 又开始运功治疗 他的内斧伤势 内斧的伤势比较麻烦 起码的好几天的时间 至于神魂的伤势 那是最棘手的 只能排在最后面 就这样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既天行一直在运功施法 并未停歇 也不觉得疲倦 这处清欲神功里 神力无比充裕 仿佛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整整五天之后 兰儿的内斧伤势 也稳定了 虽然 他还是处于昏迷状态 但他的伤势 不会继续恶化 性命和神道根基都保住了 既天行又耗费八天时间 施展神通绝技 治疗他的神魂伤势 待他神魂的伤势稳定下来 整体就无大碍了 既天行又拿出两颗神丹给他服下 他便进入休眠中 体内的神力自动运转 自我恢复伤势 忙完这一切 既天行才收手停工 他望向一旁的云瑶 关切地道 瑶瑶 你帮我护法了十几天 肯定也累了 快去休息吧 云瑶连忙摇了摇头 劝说道 我只是在一旁看着而已 并不累 倒是你连续施法那么久 最累的人是你 你去休养调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他 若是他醒来了 你在这里又要造成误会 既天行考虑了一下 点头道 如此也好 经过这次大战 以及帮他疗伤十几天 我感觉自身的实力又有突破 快到瓶颈了 反正他进入休眠状态 起码一个月不会醒来 趁着这段时间 我去神塔中闭关修炼 争取在上一层楼 云瑶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点头道 嗯 那你快去吧 既天行不再耽搁时间 既出九天时绝塔 身影一闪就钻了进去 云瑶右手一伸 抓住了悬浮在空中的神塔 将其收入掌心中 然后 他盘膝坐在原地 默默运弓调席 在他左手边不远处 兰儿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 正处于休眠中 一旦兰儿清醒过来 他会第一时间知晓 万一兰儿又疯癫发狂 他也能快速退开 或者呼唤既天行帮忙 既天行进入扭曲时空之后 没有立刻开始修炼 他飞到血验神树下 围着神树飞了一圈 仔细观察一遍 结果正如他所料 之前的厮杀大战中 有无数神军强者陨落 血验神树汲取了 海量的血气和神魂力量 又明显增长了一圈 就连那些光秃秃的树枝 也有大半都生出了紫色嫩芽 一副惺惺向荣之态 以前的血验神树 只有万丈之高 树枝光秃秃的 但是现在 神树的高度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丈 七八成的树枝都发出了嫩芽 甚至 有三成的树枝上 那些嫩芽都变成了紫叶 总体上来说 血验神树不仅长高了 变得更加繁茂 其神力气息更加雄浑 烈烈生疼的血验 也更加狂暴耀眼 既天行围着神树走了一圈 回到原点亭下脚步 面露欣慰的笑意 尼喃道 虽然 这棵神树目前还是准王级 但是 以它这样的成长速度 估计用不了几年 就能蜕变成真王级神树了 到那时候 这棵神树定能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对此 既天行抱有强烈的信心和期待 刚才它看了一圈 即刻正在冲击神军近四中的关键时刻 这是它从下位神军 晋升为中位神军的一道坎 当然没那么容易 但既天行对它的天赋资质有信心 相信它不久后就能突破 白龙既无双 黑龙和千月 也在专心致志地修炼 如今的它们 都是下位神军 实力底蕴还不够深厚 它们自知 既天行的升级速度太拟天 是它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追上的 所以 它们追赶的目标是 即刻和云瑶 毕竟云瑶已经突破到神军近四中了 即刻马上也要达到四中境 它们不愿被拉下太远 拼命提高自身实力 也是为了有自保之力 以后在这凶险莫测的神界 能够保护自己 不给既天行天麻烦 见一切安好 情况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既天行满腔欣慰 于是 它盘膝坐在血验神树下 开始清点战利品 这次在清玉神宫中 它成了最终赢家 50家实力率先发现清玉神宫 并耗费了十年时间 才解开神宫的层层封锁 打开神宫的大门 到头来 50家实力的400多名神军 死亡了九成以上 最终活着逃离清玉神宫的 不足50个 偏偏它们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 却连一点好处也没捞到 而既天行夺揽了所有宝物 它的收获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清玉神王留下的王级材料 神丹妙药和功法秘籍 二是来自于战场废墟 无数神军强者陨落之后 散在废墟中的神格碎片 至于那些军级神器和装备 既天行已经懒得去收拾了 他这次闭关修炼 不会用到清玉神王留下的神丹和材料 只需炼化那些神军强者的神格碎片 再配合大量元石和神石 就已经足够了 半个时辰之后 既天行清点战利品得出了结果 总共132份神格碎片 里面有上位神军90多份 中位神军40多份 虽说有一部分神格碎片 是残缺不全的 但这并不影响既天行炼化 和汲取神道法则 清点完毕之后 他尼南自语道 说起来 能搜集到这么多神格碎片 还得感谢兰儿 我可没杀那么多神军 大部分都是被他杀的 第3239章神军九重 这倒是实话 论斩杀神军的数量 既天行当然比不过兰儿 但是 兰儿杀的都是那些本就受了重伤 实力不计的神军们 既天行杀的神军虽少 却都是活到最后 实力最强的那些顶尖强者 比如叶无极 连亲王和天宗的太上长老 还有两大宗派世家的领袖 很快 他排除了这些杂念 开始运功炼化神格碎片 神树下静谧无声 亿万根枝条 散发出丝丝缕缕的血色神力 倾注道计天行等人的身上 辅助众人修炼 时间悄然流逝 一份又一份神格碎片 被祭天行炼化为己用 他本就达到了八重镜巅峰 只要突破瓶颈 就能升至神军镜九重 如今 他的实力急速暴涨 凝聚的神道法则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中 这让他的实力不断增长 变强再增强 无形之中 便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瓶颈 朝着神军镜九重迈进 一天五天十天 祭天行忘记了时间流逝 沉浸在不断变强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间 四年时间过去了 此时的他 已经把132份神格碎片 都炼化完毕了 从这些神格碎片中 他汲取了30种神道法则 凝聚到自己的神格中 如此 他所拥有的神道法则数量 达到了惊人的340道 当初他掌握的法则 数量突破300大关时 就创造了无形的奇迹 现在 他又在奇迹的道路上 更加迈进一步 除此之外 他的神力也达到了八重径极限 终于冲破了瓶颈 这一天 他浑身绽放神圣的金光 迸发出灰红浩荡的气息 冲天金光凝结成九道龙影 在血验神术的上方缭绕 两天才消散 毫无疑问 既天行水道渠成 顺理成章的突破了 他终于达到了神君静九重 离神王静不远了 成功突破之后 他又闭关修炼了三个月 用来稳固神道根基 待他结束修炼时 实力增强了五倍有余 气息也更加神秘内敛了 他起身离开扭曲时空 飞出了九天石掘塔 刷 下意已杀 他出现在密室中 站在云摇的身旁 而这个时候 密室中的景象 却是他意想不到的 云摇依旧如之前那般 神色平静淡然地盘坐在地 保持运功调习的姿势 但他没有运功 睁开了双眼 正望着左手边的兰儿 本应躺在地上 处于休眠状态的兰儿 却站了起来 他微微拱着腰 目光冰冷 戒备地盯着云摇 露出了浓浓的底液 看到这一幕 济天行当即皱起了眉头 他没有任何犹豫 下意识地踏前一步 将云摇挡在了身后 这件事因他而起 若是云摇有什么闪失 或被兰儿伤害到 他绝不会原谅自己 幸好 兰儿并无出手攻击的意思 济天行的出现 打破了密室中的冰冷气氛 兰儿和云摇的目光 都聚集在他身上 济天行皱眉望向兰儿 问道你服下神丹之后 不是要休眠一个月 才会醒吗 这才过去二十多天 你怎么提前醒了 你昏迷这段时间 一直是摇摇在照顾你 你不感激他就算了 还对他抱有敌意 兰儿对云摇的态度 让他心里有些不悦 便开口质问了 起料 兰儿非但没有愧疚之意 还眼神复杂地 瞥了云摇一眼 然后 他目光冰冷地扫过济天行 露出自嘲的苦笑 声音有些悲凉的冷笑道 摇摇 呵呵呵 难道你如此维护他 是啊 他是倾国倾城的家人 而我 只是个丑陋猙獰的怪物 我懂了 既天行顿感无语 哭笑不得的道 喂 我是天行 这是我妻子云摇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兰儿哪里会听他说什么 他只听到了两个关键字 顿时泪如泉涌 撞入疯癫的冷笑道 妻子 呵呵呵 如此珍贵的两个字 当年你也曾对我说过 如今 被你称作妻子的人 却变成了他 疯癫大笑的同时 兰儿脚步亮枪地后退 仿佛削弱到极点 几乎要摔倒在地 既天行更加郁闷 还想再解释一下 这时 云摇伸手拉住了他 对他摇头示意 天行 兰儿现在神志不清醒 浑浑噩噩 你就不要再说了 他被爱人抛弃 遭受万年镇压 又受到如此重创 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当然会让他情绪失常 让他冷静下来 我们再向他解释吧 听了云摇的劝告 既天行自然是点头答应 好 这种是你比较在行 交给你了 说完 既天行后退一步 伸手拉起坐在地上的云摇 云摇站在原地 目光平静地望着兰儿 双手捏着神诀 释放出千丝万缕的冰冷月光 兰儿小姐 故人依旧在 只是未归来 我们都知道 你痴心无悔 付出太多 也承受了太多 但请你不要被怨恨 蒙蔽了神志和双眼 云摇语调和缓地说道 声音犹如春风话语 润雾细无声 尤其是 他悄然释放的万千冰冷月光 更有安抚和洗涤心灵的功效 情绪崩溃 壮若疯癫的兰儿 果然安静了许多 情绪也逐渐冷静下来 哭声渐歇 他背靠着墙壁 缓缓跌坐在地上 他颇为虚弱地低着头 双眼无神地盯着地面 不言不语 云摇继续施展神通秘迹 安抚兰儿的情绪 让他恢复神志清醒 同时 他开始向兰儿寻寻善诱 逐步开导 兰儿小姐 你的爱人是曹清玉 也是世人所说的清玉神王 不管经历了几千年 还是一万年 你一定还记得他对吗 呵呵 兰儿只是冷笑了一声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云摇的语气和语速不变 继续说道 曹清玉是大盐帝国的子民 他是大盐神族的神王 他的血脉 神魂和气息 你应该都熟悉 又怎么会认错 兰儿摇了摇头 声音低沉的道 再熟悉又如何 时间会改变一切 神魂 血脉和外表都会改变 不是吗 当然如此 因为他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3240章读星术 兰儿的这番话 让云摇争了一下 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 沉默了片刻 他才继续说道 就算会发生改变 他也不可能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啊 他是大盐神族的神王 而天行是人族 实力还未达到神王境 这分明就是两个人 没有一丁点的相似之处 你又怎能将他俩混为一坛 兰儿依旧低着头 不愿看记天行和云摇的表情 沉默了许久 他才声音苦涩地说道 我知道他为了救我 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寻求救治之法 虽然他是盖世神王 可他刚突破不久 根本打不过别的神王 外面是道艰险 他若遇到什么凶险 或者被其他神王攻击 多半会遭遇不测 或许是他遭逢大难 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彻底改变 他知道 我这是无法治愈的绝症 他不愿再跟我共度余生 却又心存愧疚 所以 他用另一个身份回到这里 将我从黑欲中放出来 如此一来 他还我自由 就能与他爱的人远走高飞了 听完这番话 不经济天行哭笑不得 连云摇也颇为佩服他的想象力 兰儿小姐 你的推测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可是站不住脚啊 朝清玉本是神王强者 万年间再不长进 也该达到神王进二三重了吧 可天行是神君进九重 离神王进还远呢 兰儿再次摇头 苦笑道 或许他遭逢大难 闲死还生 实力境界倒退了呢 又或者 他早在几千年前就遭遇不测 已经陨落了 不过 他的神魂不灭 又转世重生 从头开始修炼 他拥有了新的人生 也有了一个貌美的妻子 但他实力增强后 重拾前世的记忆 便对我心存愧疚 所以回来找我 寄天行厅的目瞪口呆 云瑶也呆住了 夫妻两对视一眼 都皱起眉头 眼神有些古怪 这个兰儿 是真的疯癫了 还是装傻啊 怎么感觉他有火眼晶晶 另有所指呢 除开他认定你是 朝清玉这件事 关于转世重生的说法 他倒是说得完全正确 他的这两种说法 都是有句可疑的 不好反驳他呀 寄天行眉头皱得更高 颇为郁闷的传音道 他这样瞒不讲理 不会是想赖上我吧 云瑶摇摆了他一眼 美好气的道 不要臭美 他只是神志不清而已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寄天行点头表示同意 云瑶又望向兰儿 见他彻底冷静清醒了 便又问道 兰儿小姐 虽然我跟你说了这么多 可你始终不肯相信 那不知我要如何 才能证明天行不是朝清玉 兰儿终于抬起头来 看了他合计天行一眼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很简单 让朝清玉来见我 露出他的真面目 当面亲口对我说 他无能为力 他会对于我 曾经的承诺作废 唯有如此 我的执念解开 便不会再恨他 纵然我死了 也愿祝福他好好活下去 这些话显然是 兰儿的肺腑之言 吐露心声之后 他便如是重负 神之欲发清醒 既天行和云瑶不约而同的 皱起眉头 忍不住嘀咕道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万年时间过去 朝清玉多半已经陨落了 若是他没死的话 也早该回来见你了 兰儿不为所动 也不再多说什么 看样子 他是认定了那番话 就算是死也要亲眼见到朝清玉一次 云瑶促着眉头 还在思考着别的办法 既天行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语气不悦地道 兰儿小姐 大阎帝国皇室和四十九家势力 率先发现了这座神宫 是他们耗费十年时间 才打开清玉神宫的大门 我追杀仇人来死 趁他们不注意 先潜入神宫之内 这才惊醒了你 待你和那些神军们厮杀时 我找到了这座石屋 在这里发现了 朝清玉留下的玉剑和书籍 因此 我们才知道你和朝清玉的故事 我之所以出手救你 是不想心中有愧 毕竟我拿了朝清玉留下的材料 如今你的伤势稳定了 我把他的遗物留给你 咱们就算两清了 说完 纪天行从空间戒指里 取出一百多份玉剑 书籍和精纸 放在兰儿的面前 他只留下那三份神王籍的材料 其他东西都还给了兰儿 然后 他拉着云摇转身就要离开 跟兰儿这种疯癫之人讲道理 完全是浪费时间 然而 兰儿却无视了那些玉剑 精纸和书籍 身影一闪挡住了密室门口 他拦住纪天行和云摇的去路 眼神哀伤地望着他俩 与其低沉地道 天行公子 你认为这样就两清了吗 真的如此吗 是你的闯入 让我从万年沉睡中惊醒 且让我差点丧命 支撑我活下去的 只有那份执念 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真的会心安吗 纪天行就没问道 那你想干什么 不等兰儿回答 云摇就传音提醒道 其实他没疯 他知道你不是朝清玉 但他想让我们帮他寻找 果不其然 兰儿盯着纪天行 问道 你见过朝清玉 对不对 纪天行满腔警惕 反问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见过他 呵呵呵 兰儿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低声道 大概千年前 你见过朝清玉 似乎你们 还交过手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纪天行顿时双眸精亮 闪烁凌厉的寒光 内心也极为警惕和忌惮 兰儿见他满腔戒备的模样 连忙摆手道 别问我怎么知道 我猜的 纪天行当然不幸 心中暗想道 可恶 他怎么知道这个秘密 难道他能偷听我的心理想法 又或者 他能窥探我的神魂记忆 若真是如此 那也太可怕了 就在双方僵持 纪天行有些犹豫之际 万里之外的神功大门 陡然亮起了璀璨神光 散发出雄魂的神力波动 隆隆隆 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 两扇神功大门竟然打开了 不是由内打开 而是从外面推开 纪天行 云瑶和兰儿的神士 都探查到这一幕 三人当即变了脸色